绝世战魂 作者 极品妖孽 第1841章 兽皮所求之物 秦南扫了一眼玉剪 将路线记住之后 就和入刀至尊一起 飞出了这片漆黑森林 剩下的事情 他即使有些兴趣 但也没这个实力去参合 现在要做的 就是离开这天门深处 离开陆河禁区 去将妙妙公主和江碧兰给复活 他们两人一离开 兽皮画卷的身边 就忽而多出了一道灰蒙蒙的身影 声音沙哑 你确定这无相之门后面的东西 能重现当年的那场大战 兽皮画卷神色淡然 道 辟天教主 既然你也知道 当年那场大战的存在 你觉得九天仙玉之中 有什么东西 能有资格将其保存 或者演化出来 辟天教主一阵语色 兽皮画卷又淡淡道 不过 你们要的 无非是那盏魂灯而已 他的下落 肯定能够给你找出来 辟天教主沉默一会 又道 但愿如此 我们辟天古教 暂时还不想 和一位诸仙翻脸 兽皮画卷耸了耸肩 懒得多说什么 只是看着无相之门上面 越来越闪耀的光芒 眼底涌出了一抹火热 连他的灵魂 都开始躁动起来 这种感觉 即便是他在炼化 秦南前世三分之一身躯之时 都未曾出现过 毕竟 他要找的 可是主人的那一句 由万法不清圣体 晋升到最高层次的永恒不灭之躯啊 你们这些残存的余孽 世上早就已经没有 能容你们的天地 为何还要重现于世 就在这一刻 一道如般的鹤声 炸动了整个漆黑森林 紧接着 足足五尊遮天蔽日的白骨身影 跨空而来 一拳轰向兽皮画卷等人 太古禁忌 怎么来得这么快 那位被称之为 辟天教主之人 脸色一变 做条好狗的第一点 就是别张口乱费 兽皮画卷冷笑一声 万法不清圣体 被催动到了极致 无边光芒 将这四面八方的黑暗 都给照亮 阁下 你眨我族人 这笔账不能不算 得罪了 然而 这还没有结束 又是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足足七道滔天仙光 从远方汹涌而来 诺大的漆黑森林 在这恐怖之下 都被震动起来 卷起了无数风暴 就连那无相之门 也释放古老力量抵抗 九个大势力之中 七尊问到城主的存在 已经杀了 哈哈 你们来得到也是正好 我刚好 给你准备了一分大脸 兽皮古卷大笑一声 手中结出了一个法印 只见到那庞大的漆黑森林内 每一根古墓 皆爆发出了冷冽黑光 勾勒成了上万座 无比恐怖的大阵 与此同时 战场之上 秦南河入刀至尊 几乎同时 都听到了后方传来的 恐怖爆炸声 还有那一丝丝令天地 都为之站立的气息 各大主杀来了 入刀至尊 眼睛微微一眯 道 问到城主 果然是不同凡响 秦南听的这话 心中已经明白了一个大概 九天至尊之上 就是问到城主 我们现在赶快出去 主敬强者出手非常可怕 若是稍微波及一些 入刀至尊提醒道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秦南的同仁骤然一缩 一直以来 他体内那颗沉寂的魔心 开始剧烈跳动起来 一缕缕好似来自洪荒的魔气 瞬间围绕着他的手臂 开始缠绕起来 将他浑身上下给覆盖 一股若有若无的感觉 在他的心头升起 好像前方有着一个属于他的地方 正在强烈地呼唤他 秦南 入刀至尊 脸色微变 他在这魔气之上 感受到了一股非常惊人的气息 这是我之前 秦南一边解释 眼中同时露出了抹一色 魔气突然出现了反应 但也就是说 林兰兰所说的那个目的 就在这个附近 秦南 这个地方 必须要去 我现在有点感觉 你的前世 很可能不是兽皮话卷所说的那个人 飞跃女帝冰冷的声音 立刻响了起来 不是同一个人 秦南神色一惊 如果这个是真的 那为什么他的脑海里 会出现那个紫色水晶 好 我去一趟 秦南很快反应过来 他的前世 现在给他带来了太大的影响 不管如何 他至少要把这个 谜题给解开 而且同静也说过 去这个所谓的目的 他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 梦瑶 我要过去一趟 你呢 秦南沉吟一声 问道 小夫君去的地方 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也愿意陪你一起 入刀至尊 笑眯眯说道 秦南心脏一抖 入刀至尊 现在纯粹是个妖精啊 在这种时候 也能说出这样的情话 更关键是 他竟然感觉还不错 秦南连忙平复了一下心神 不去看入刀至尊那张绝美的俏脸 静心去感悟那种玄妙的感觉 这边 秦南睁开眼睛 看向了西边 这路途上 有不少杀鸡禁止 入刀至尊 目录脚匣 直接握住了秦南的手 施展了一门绝妙身法 飘向前方 远远看去 宛如一对神仙眷侣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过了一千多夕之后 在两人的面前 出现了一片片白色的土地 散发着一股股死亡之意 好 漠然间 一道无比恐怖的咆哮声 在远方滚滚炸开 一尊高有三百多丈 浑身由无数骨骼组成的巨兽 不知从何处出现 一步步走出来 天魔兽 入刀至尊脸色一变 眼神变得无比凝重 此兽乃是太古百大恶种之一 一身修为堪比九天至尊 最为关键的是 只要有足够的魔器支撑 它就能不死不灭 若想要斩杀 只有将魔器根除 可是现在 死地一望无际 该怎么斩杀 别动手 秦南低声一句 这个天魔兽出现的时候 他心里就有了种奇怪的感觉 好 天魔兽双目中凶光大战 猛然一动 以着一个无比惊人的速度 冲到了秦南和入刀至尊的面前 张开了血盆大口 找死 入刀至尊 眼神陡然变得无比犀利 一股惊天气势 冲天气 本章完 第1842章 死人可敬 活人误闯 入刀至尊 连法印都还未结出 在那半空之中 便有十九把绝世仙刀演化而出 瞬间斩在了天魔兽身上 发出了一道道爆炸声 后者被斩成了一团团的魔器 只是还不到一息的时间 这些魔器就迅速聚拢 重新恢复成为了天魔兽的原样 除了气息略微衰弱一些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势 入刀至尊手中法印一截 轰隆一声 一尊高有百丈的远古大门 不知从何而来 降临而下 震在了天魔兽身上 任凭后者连连嘶吼 不断挣扎 也无济于事 哼 还以为我收拾不了你 入刀至尊撇撇嘴 对着秦南道 现在可以困住他百戏时间 你来试一试 你体内的那滴魔血 若是有作用的话 应该可以降服他 梦瑶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 秦南笑了笑 清晰了口气 走进了天魔兽 目光和后者直勾勾地对视着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无比凶利的天魔兽 眼中很快露出了一丝迷茫 最后化作了恭敬 低下了诺大的脑袋 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如此看来 那滴魔血 就像是一枚护身符 在此地 应该是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了 入刀至尊点点头 他如此小心 是因为现在还未抵达 那个所谓的目的 就已经出现了天魔兽 这等百大恶种之一 等到了后面的话 那将会多危险 入刀至尊 玉手一扬 骨门散开 天魔神目光略带忌惮地 看了他一眼 又对着秦南 挥舞起了巨大的爪子 做出了种种怪异的举动 秦南看了一会 若有所觉 试探问道 你是说 你可以带我们去 那座墓地 天魔兽猛地点头 不错嘛 这样就省事多了 入刀至尊赞赏一句 便拉着秦南 一起落在了天魔兽的背后 天魔兽扭动了几下 大吼了几声 便迅速朝着前方狂奔去 等过了几十息之后 入刀至尊和秦南的眼中 同时露出了抹金色 这个地方的恐怖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只见到 这片白茫茫的大地上 出现了无数道沟壑 互相交错 几乎每道沟壑的底部 都有着一尊或者多尊庞然大物 有的正在沉睡 发出了绵长的呼吸声 有的则在薄杀 庞大的爪子每撞击一下 就卷起了宛如风暴般的钢器 即便是天魔兽 与他们相比 都要弱了一筹 不过还好 他们仿佛都没意识到 秦南两人的存在 直接给无视了 那人说的没错 这陆河禁区的其他地方 真不是一般的恐怖 这样的地方 若不是问到城主之人前来 必然会身陨在此 入刀至尊轻声说道 目光看向了秦南的侧脸 莫名的 他心情有些奇妙 他当年好歹也是 差点登临第一至尊 冲击问到城主的存在 如今却被这小小的天仙 带入了他都不敢进的地方 时间流逝 大约过了半炷香之后 天魔兽来到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悬崖边上 停下了脚步 嘴中发出了乌叶声 那座坟墓 就在这悬崖指下了 得我们自己下去 秦南勉强领会出其中的意思 和入刀至尊对视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身形纵然一跃 呼啸之声 在耳边响起 两人身体迅速下沉 本来两人以为只需要十几息 恐怕就会抵达底部 但这悬崖不是一般的深 直到过去了整整一千息之后 他们才看到下方的黑色土地 连忙稳住身形 悄无声息地落下 秦南两人立刻抬头看向四方 一看之下 同人齐齐一缩 现在的他们 位于一片黑茫茫的大地之上 看不到尽头 唯一能看到的是 在其四面八方 耸立着一座又一座大小不一的古墓 这倒不奇怪 关键是这些古墓 被一条条的黑色铁链给圈了起来 形成了十八个大大小小的陵园 按照林兰兰的说法 此地的大墓 应该只有一个 就是那低魔血背后之人所设 现在怎么 秦南目录惊疑 此地暂时没有发现什么杀机和禁止 入刀至尊 运转一门无名铜树 扫射了四周一圈 忽然发现什么 玉手一指道 秦南 这些灵园的下方 都有一块石碑 好像在写着什么 秦南立刻走上前去 将那上面的古字 一个个念出 不幸运 于一些好友 葬于此 有传承若干 原者得 一介散修 离主流 入刀至尊 脸色一灵 道 离主 那可是一万年多年前 一位成功突破到主境的巨头 他竟然已经陨落了 随后他又想到了什么 看向了另外一个灵园的石碑 一生无憾 无名问剑 他将那石碑一一看了过去 一双眉眸之中 也逐渐露出了抹震惊之色 此地的十八个灵园 恐怕都是主境巨头的大幕 要知道 一个主境大幕 如果在九天先遇传开 那恐怕会引来无数大势力 甚至不少主境巨头的窥探 更何况 还是整整十八个 若是此地的一切 被外人知晓 那些大势力们 恐怕都会耗费很大的代价 将外面那一头头大妖们 给全部肃清 强行闯进来 秦南也在迅速扫视着 直到看到倒数第二个灵园之时 他的那颗魔星 剧烈跳动起来 林兰兰所说的那座大幕 应该就是这一座了 秦南眼中鲜火跳动 急不向前 目光凝视在那石碑上 与其他的石碑不同 其他的石碑上 基本上都会著名牧主的姓名 但是这一块却没有 只有八个用某种鲜血写成的大字 死人可敬 活人误闯 即便这八个字 没有散发出任何的气息 但是秦南心中也凉嗖嗖的 好像在那无形之中 有着一对冷冰冰的眼睛 正在注视着他 看他是否敢强闯进去 秦南 这个地方 入刀至尊走了过来 眉头紧皱 就在秦南刚 准备有所动作之时 一道懒洋洋的声音 忽而从这墓中传来 外面的两个小娃娃 赶紧进来啊 别磨蹭了 没事的 本章完 第1843章 三个怪人 秦南和入刀至尊 心神同时一阵 不过前者还好 很快就镇定下来 当初林兰兰已经跟她说过 这个墓中本来就有活人 则则 这女娃娃长得还真是漂亮 好像还是个厨呢 赶快进来 老夫带你领略一下 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 又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那说话之人 似乎还咽了咽口水 呸 你这老不正经的 给我滚一遍去 两位不要怕 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这老不正经的 也不敢乱来 不然我灭了他 你们赶紧进来吧 刚开始说话的那个声音继续说着 那外面的八个字 纯粹就是唬人的 没有一点意义 秦南嘴角一抽 唬人呢 你骗鬼呢 入刀至尊则是美眸一寒 他这还是第一次被人如此调戏 我先进去 你在外面等我如何 秦南低声传音问道 他有魔血在体 就算里面有再大的危险 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不行 一起进去 我倒要看看 谁想要带我探索人生的奥妙所在 入刀至尊杀气腾腾 不由秦南多说 直接拉起了秦南的手 走入了这座陵园之中 近来之时 并无任何特殊感觉 也没有任何杀鸡出现 只是他们眼前的景象 变得不一样了 一座座坟墓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道宛如水晶般 呈现出透明状的魔器屏障 屏障之后 有着三座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宫殿 除此之外 在他们不远之处 有着两个老人 其中一位头发稀疏 眼神猥琐 紧盯着入刀至尊 另外一位 则是躺在地面 衣衫蓝缕 捧着一壶酒咕噜噜灌着 毫无遗态 另外 在那屏障之下 还有个非常不起眼 只有一障之高 光芒非常暗淡的稻草人 正低头拿着一根树枝画着什么 秦南微微愣了一下 林兰兰那般劝阻他 他原本还以为 此地魔器滔天 杀鸡无穷 有着无数秘星 但是没有想到 竟是这样的一副光景 不管怎么看 都看不出丝毫的危险 只是会觉得有些怪异 哈哈 你们两个小娃娃 胆子倒是不小吗 这下好了 我们可以好好聚聚 来来来 喝酒喝酒 那个毫无疑态的老者 大笑一声 甚是兴奋 来 女娃娃 我带你去领略那 无边的人生美妙 让你流连忘返 头发西书老者笑咪咪说道 死 入刀至尊 冷冰冰吐出了一个字眼 天地一切都化作了一片混沌 在那混沌的尽头 则有一柄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仙刀 即将斩下 我靠 你这女娃娃 怎地如此暴烈 头发西书老者当即吓到了 撒丫子就准备开跑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无比伟岸的力量 猛地从魔道屏障后的三座宫殿内爆发而起 将一切都镇成了粉碎 嗯 秦南河入刀至尊 眼神一灵 嗯 差点忘了 这里是不能动武的 你奈何我不得 哈哈 头发西书老者大笑一声 又满脸遗憾道 可惜了呀 长得绝美 结果脾气这么不好 我就不喜欢你这种 毫无仪态 老者满脸鄙夷 你丢不丢人 来 小娃娃 一起 就在这时 那一直闷不作声的稻草人 忽而起身 冷冷道 闹够了没 不知道在这里出手 会加固屏障 这两个老者 顿时就怂了 全部搭了下脑袋 稻草人扫了秦南河入刀至尊一眼 再度低下头去 刻画着什么 那毫无仪态的老者 满脸异性阑珊 道 两位小娃娃 也不是故意 要坑你们进来 我们被困了很长时间 实在无聊 不过你们放心 过段时间肯定能出去的 秦南满脸诧异 这里出不去 刚才进来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阻碍啊 那头发稀疏的老者 再无刚才的放浪 冷笑道 不信 那你们试试 此地就算是主境 也出不去 秦南河入刀至尊 立刻对视了眼 这头发稀疏说的应该没假 只是主境强者出不去 他不一定出不去 毕竟 他体内有着磨血 我去试试 我去试试 秦南沉吟一声 若是真不能出去 那可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哎哟 你这小子 还真去试试 你区区一个天仙 竟然不相信老头子我的话 哎 适风日下 头发稀疏老者满脸感慨道 哼 小子 不听老人言 那可是要吃亏的 那毫无疑态的老者 看着秦南 已经走到了出口之处 满脸比一道 老头子我心好 劝你一句 赶紧停下 不然到时候 以你的修为就会 他话还没说完 陡然卡住 眼睛瞪得浑圆 那猥琐老者也是如此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秦南的身形 已经走出了这一座陵园 你 那名稻草人 更是满脸不可思议 他们这一段时间内 不知道动用了多少方法 就连那种燃烧寿命 和倒精的方法都使用过 可是 没有丝毫作用 但 现在这个才区区天仙 在他们眼里 如同蝼蚁般的存在 竟然可以做到这等地步 我靠靠靠靠 你这是怎么办到的 那位毫无疑态的老者 很快反应过来 脸色变得无比激动 你刚才怎么说来着 入刀至尊 似笑非笑道 啊 刚才我们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啊 那头发稀疏的老者 满脸茫然 随后脸色无比兴奋道 小友 我刚才看你第一眼 就像是看到了 走散多年的兄弟啊 秦南和入刀至尊 嘴角都是一抽 这货 还真不是一般的无耻 那稻草人 也是忍不住冲了过来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秦南 像是看到了 某种绝世美味一样 是怎么办到的 头发稀疏 老者呸了一声 问这个干什么 我现在就让我兄弟 带我们一起 离开这个鬼地方 毫无疑态的老者 像是小鸡啄米点头 没错 兄弟这种人中龙凤 未来的第一支主 肯定是会带我们离开的 本章完 第1844章 杀地 宝地 秦南满脸无语 道 你们不必如此 我是因为获得了一滴魔血 才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根据我的推测 应该是无法带你们出去的 此话一出 秦南和入刀至尊 就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变脸 头发稀疏老者 和毫无仪态老者 先是满脸失望之色 随即眼中又露出了一丝 鄙夷之色 脸色也变得淡漠下去 毫无刚才的热情 搞了半天 原来中看不中用啊 头发稀疏 老者叹息一声 神色有些颓然 这个鬼地方 他是真的一刻都不想再待下去了 得不到任何好处也就罢了 待的时间越长 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修为会不断下跌 你是说 你炼化了一滴魔血 那名稻草人一个脊步 走到了秦南的面前 空洞的双眼 上下扫视着秦南 点头道 确实 很古老的魔艺 和此地如出一辙 小友 能否来助我不振 如果有了你的魔艺参入 那么我破开这魔道屏障的希望 就要有了八成 稻草人不忘补了一句 道 你放心吧 只要你出手 我到时候会给你很大的好处 头发稀疏老者 和毫无疑态 老者眼睛齐齐一亮 没想到 秦南还有这个作用 秦南还未说话 就听得入刀至尊淡淡到 破开魔道屏障 你们不是想出去吗 为何要破开屏障 稻草人看了他一眼 苦笑了一声 道 实不相瞒 以我们现在的手段 不管动用什么能力 都无法强行冲出去 唯一的希望 就是打破这魔道屏障 看看能不能在里面寻找到出口 秦南和入刀至尊 都微微汗手 稻草人这一番话 应该是没有骗他们的 要想让他出手参与也可以 把你们所知道的一切 告诉我们 等到事成之后 再给五颗先伏及天才地宝 而且绝不能对我们出手 你们发下先魔道事 入刀至尊笑了起来 眼睛成了月牙状 眼前这两个怪异老头 还有那位稻草人 修为必然已经超过了九天至尊 甚至有可能已经成功问到城主了 面对这样的巨拨 只要有机会 他肯定要狠狠地宰一笔 更何况 对方还调戏过他 什么 五颗先伏及天才地宝 你怎么不去抢劫啊 头发稀疏 老者顿时就怒了 你们两个小娃娃 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竟敢这样地宰我们 入刀至尊不以为动 仍旧笑盈盈道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也不想知道 既然不愿意 那就算了 头发稀疏 老者被噎了一下 那毫无疑态老者冷哼一声 你这老家伙 懂什么 你放心 五颗就五颗 我们现在就发下先魔道事 说完之后 也不含糊 立刻起誓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目前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可以肯定 这是一位上古十大诸仙之一的大墓 毫无疑态 老者在说到十大诸仙之时 故意加重了语气 想要看看这两人满脸震惊的神情 但是秦南河入刀至尊 脸色却没有丝毫的波澜 看来这两个小娃娃 也不简单 毫无疑态 老者嘴角一勾 又道 你们外面看到的那些灵园 剩余的十七个 都是围绕这座灵园建立的 简而言之 若有人出手攻击这里 那些灵园 就会化作一个杀阵 听到这里 秦南河入刀至尊的眼中 才闪过了一丝异色 用足足十七座主径强者的灵园 布成了一座大阵 那大阵的威力 将会达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另外据我们所知 这一位诸仙的躯体 还没有破坏 并且就在那三座宫殿之中 提起此事 毫无疑态老者 和头发稀疏老者 稻草人眼中 同时闪过了一道光芒 他们去攻打魔道屏障 其中之一是为了离去 还有一部分 就是为了那具躯体 上古十大诸仙 前四已经一只脚 踏入了更高的境地 余下的六人 皆是主境之中 堪称无敌的存在 若是能获得其躯体 那带来的好处 将是难以想象的 哦 秦南眼睛微微一眯 这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属于闯入者 也就不是林兰兰口中所说的 大幕中的活人 这也就是说 老者口中所说的诸仙 其实并没有死 有着极大的可能 现在还存活着 说不定 他们的所作所为 全部都被那位诸仙 看在了眼里 想到这一点 秦南心中忽而有种怪异的感觉 如果那位诸仙真活着 并且和他前世有关 那么他已经来了 对方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算了 其他的暂时别多想 先打开这个魔道屏障 秦南摇了摇头 就走到了稻草人的身边 拱手道 前辈 我该如何去做 稻草人指了指 刻画出来的那一幅幅图案 道 待会我让你出手的时候 你立刻尽所有力量 调动全身的魔器打入其中 他不再多言 重新提起树枝 一笔笔画下 头发稀疏 老者忽然想到什么 好奇问道 对了 这小子 不是炼化了一滴魔血吗 难道不能直接越过这魔道屏障 稻草人头也不回 略带笔一道 他炼化的那滴魔血 即便是这陵渊中那位诸仙的魔血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这魔道屏障是要阻挡所有的外来之物 秦南也很认同 他穿过魔道屏障和自由出入这座灵园 那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完全不同 好吧 反正这小子提前进去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头发稀疏 老者嘀咕一声 只是话还没有说完 那魔道屏障突然发生了一变 像是浪文一样波动起来 发出了哗啦啦的声响 稻草人和头发稀疏老者 毫无一态老者 脸色当即一变 变得无比凝重 要知道 这魔道屏障的力量 可不一般 要是化作了什么绝世杀机 那他们可就真的危险了 下一刹那 刷的一声 那魔道屏障之中 竟然有着一道道光芒垂落而出 落在了秦南的身上 本章完 第1845章 入刀的另外一面 这是 秦南震了一下 很快就反应过来 难道是这三座宫殿之中的那位诸仙出手了 让他直接进去 脑海中浮现出这个念头 秦南没有丝毫的犹豫 朝着前方飞去 果不其然 当他碰上魔道屏障之时 并没有遇见任何的阻力 轻轻松松地就穿了过去 我靠 这次爆粗口的 不再是那两位老者了 而是那位一直言语较少 让人感觉稳重一些的稻草人 要知道 这一段时间内 他一直都在研究 这魔道屏障的奥妙 后者具备着怎样的威能 他最清楚不过 但 现在秦南怎么进去了 而且还是 如此轻松地进去了 不愧是我的小夫君 入刀至尊 嘴角一翘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秦南展现出不可思议的一面之后 他会觉得很骄傲 秦南被人攻击和羞辱之时 他也会非常愤怒 然而 他这话刚刚说完 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 刷刷刷的声音 再度响了起来 魔道屏障 散发出来了一缕缕光芒 落在了他的身上 入刀至尊神色一愣 他没有炼化那低魔血 也没有秦南那般恐怖的前世 怎么也遭到了这样的特殊待遇 难道是说 他脑海中闪过了一道灵光 顿时喜不自胜 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身形一晃 越过屏障 来到了秦南旁边 卧槽 我靠靠靠 稻草人和两位老者满脸震惊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秦南也就算了 好歹人家炼化过一滴魔血 可是怎么入刀至尊 也能够轻轻松松进去了 哈哈 我明白了 这魔道屏障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了 头发稀疏老者忽然反应过来 大笑一声 当即化作了一道红光 朝前飞去 不过一吸 就听得一道轰隆之声 和一道惨叫之声响起 这头发稀疏老者 宛如被数万道神雷劈重 浑身上下变得无比漆黑 倒飞而出 砸入了地面 狼狈不堪 踏马的 这该死的屏障 难道也是色配一个 众女青男 头发稀疏老者骂了起来 心中甚是憋屈 想他纵横九天先遇数千年 哪一次展现出来的姿态 不是霸气无双 可是如今 在这个鬼地方 他已经不知道丢了多少次脸 少给我丢人现眼了 毫无疑态 老者重重给了他一记暴力 又看向了秦南和入刀至尊 脸色瞬间变得谄媚起来 小兄弟 我们刚才合作得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好 非常的舒坦 我们虽然见面的时间补偿 但是已经真真切切把你当成兄弟了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对 一见如故 一见如故 秦南听他满嘴胡扯 嘴角抽了抽 连忙打断道 多余的别说了 你有什么要求 直接提出来吧 毫无疑态 老者双眼冒光 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帮我们找找 有什么破除魔道屏障的方法 稻草人回过神来 连忙到 魔道屏障能够存在 里面必然是有着大阵在维持 只要将其破坏 这屏障绝对会消失 秦南和入刀至尊对视一眼 后者当即展颜一笑 笑容灿烂 可以啊 两个老者心神一震 又听入刀至尊补了一句 再加二十颗先浮及天才地宝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心脏同时一抖 二十颗先浮及天才地宝 加上之前的就是二十五颗了 这女人想天才地宝 想疯了吧 不行 不行 就算是我们也拿不出这么多先浮及天才地宝 稻草人满脸无语道 我们顶多能拿出十五颗 再加十剑上古道气 你看如何 听得此话 秦南都低咳了两声 先浮及天才地宝有多么难得 他最清楚不过 可是如今只是帮对方破开一个屏障 就能赚这么多 入刀至尊柳梅一皱 这就太少了 不如让你们三人到时候帮我们出手一次吧 稻草人和两位老人嘴角都是一抽 随后前者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最多只能给你们一道神念 祝你们一次 入刀至尊露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这样勉强也好吧 这次不只是稻草人三人了 就连秦南也是目露惊诧 他还是第一次发现 入刀至尊只要抓住一点机会 就会狠狠地宰对方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 入刀至尊毫不在意 摆了摆手 秦南的目光 立刻看向了这三座宫殿 隔着魔道屏障的时候 并不觉得这三座宫殿有什么 但是仔细一看 就发现 他们于平淡之中 透露出了古无形的威严 这种威严 即便是九天至尊 也无法相比 你跟在我后面 秦南说了一声 就朝着左边宫殿走去 只是走了不到十步 他就移了一声 低头看向了脚下 不知什么时候 这里竟然多出了一块石头 通体赤红之色 上面布满了不规则的花纹 毫无丝毫气息 这块石头 入刀至尊 目入惊疑 我靠 毫无仪态的老者 眼睛瞪大 这不是天怒杀阵的阵盘吗 他现在怎么没有运转 难不成他还是初的状态 另外一名老者和稻草人 也是震惊不已 这个天怒杀阵 倒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杀阵 只是布置下来之后 如果有九天至尊 擅闯的话 至少会被阻挡一天 但是 关键是他处于一个初的状态 简单来说 就是当初 有人将他炼制出来之后 结果没有动用嘶吼 初状态 那是什么 秦南目录疑惑 这可是好东西啊 小夫君 入刀至尊美眸微量 解射一番后 又倒 如果你想打造洞府之类的 就可以 将这种东西拿走 将它布下 秦南心中一动 他现在不正好有个 无主的先扶到地吗 真是好东西 可惜就是威力太弱了 如果再强大一点 那就好了 秦南一边收下 心中一边按刀 这时候入刀至尊 突然惊疑一声 目光看向了另外一边 本章完 第1846章 遍地杀鸡 不知何时 那边的土地上 竟然出现了一尊 高有十丈 宽有三丈左右 通体色彩斑斓 充满了一股邪气的妖虎石像 他好像有着生命一般 一对虎童 正细虐地看着秦南和入刀至尊两人 卧槽 毫无疑态 老者再抱一句粗口 九彩杀虎镇的阵盘 也一样 是出的状态 入刀至尊听得此话 美眸之中熠熠生辉 道 秦南 赶紧收下 这九彩杀虎镇 足以将一位刚刚诞生的九天至尊 给打成重伤 秦南心中威喜 立刻将之取下 很快 他和入刀至尊的视线之中 又看到了一尊通体 有某种太古白玉雕刻的太古扇子 静静漂浮在他们脊帐之外 妈的 陆锋之阵 怎么又是出的状态 接下来 毫无疑态老者 头发稀疏老者 稻草人 这等无比恐怖的强者们 抱粗口 已经快抱成习惯了 因为秦南和入刀至尊 朝着这三座宫殿 几乎是走进两步 就有一两个太古杀镇的阵盘浮现出来 而且 随着两人的深入 这些浮现出来的阵盘 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 其中两个 甚至具备了困杀九天至尊巅峰级别的能力了 要是在往常 具备着如此之多太古杀镇的地方 足以堪称绝世杀地 一般人绝不敢贸然闯入 但是现在 此地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绝世宝地 这个时候 秦南和入刀至尊 已经来到了三座宫殿面前的一百丈之处 根据他们的打算 是先进入最左边的宫殿之中 忽然之间 前方的虚空 一阵抖动 一块巴掌大小 通体火红的令牌 缓缓浮现出来 还有杀阵阵盘 秦南眼睛一亮 便道 前辈 这令牌是什么来临 这一路之上 他收下的三十六个阵盘 入刀至尊 也只认识其中十个 剩下的 都是请教的这些老者 哎 我说你这小子 已经拿了那么多个了 你还拿这个干嘛 他顶多也只是具备对付九天至尊的威力而已 你拿太多没有 头发稀疏 老者翻了翻白眼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眼角余光看到这令牌之后 身体顿时如遭雷击 紧绷起来 毫无疑态 老者和稻草人的呼吸 也开始变得急促 我 靠靠靠靠 一口气说了几十个靠字之后 头发稀疏老者 才满脸不可思议道 这竟然是上古七大妙阵之一 入刀至尊有了猜测 美眸中露出了一丝金色 忍不住问道 什么是上古七大妙阵 难道是可以对付主境的阵法 头发稀疏 老者反应过来 深深吸了口气 道 没错 天下之间 能对主境产生效果的阵法 不足千个 他便是其中之一 还名列前茅 入刀至尊 一张绝美的脸上 当即浮现出来了 抹灿烂的笑容 道 看来 今天运气是真不错 他说完话 就准备出手 将这令牌拿给秦南 住手 头发稀疏 老者三人的脸色 却是陡然大变 那稻草人语气变得无比严厉 道 这等阵法 也具备了大道争议 即便是最初之状 除了炼制之人之外 任何人去碰 都会遭到攻击 入刀至尊目录狐疑 秦南反应过来 对着他摇了摇头 不管头发稀疏 老者说的对与不对 他们这次 获得的杀阵阵盘 已经非常多了 完全足够 这等牵扯到了 强大无比的主境之物 还是不要垂涎的好 嗯 好 我们先进入宫殿吧 入刀至尊柔声说道 一双美眸之中的光芒 仿佛可以把人融化 秦南心脏不争气地跳了一下 连忙挪开了视线 继续向前 随后 这短短百丈之中 出现了足足十三件 杀阵阵盘 每一件都具备着 抗衡主境巨头之威能 那困在魔道屏障之后的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都是忍不住咽了一道道口水 恨不得立马冲过去 如果这些东西被他们得到 在不知道他们所在的小世界之中 那他们暗中的不少仇人 完全可以不必忌惮了呀 小子 进去之前 你先结出这几个法印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施法 和你一起看到宫殿内的场景 毫无疑态 老者忽然想到什么 连忙道 免得到时候 你看到了阵法 也认不出来 他顿了顿 又补了一句 而且 一个诸仙之墓 里面涉及到的东西 都不是你们现在能够知道的 秦南眉头微微一皱 这个诸仙之墓 涉及到了他的前世 他不想让外人看见 不过转念一想 就点头答应了 这一位神秘诸仙 可没有陨落 必然将一切的情况 都看在了眼中 等真正碰到之时 可以让他出手阻断 毫无疑态 老者传来了神念 秦南很快就结出了几个法印 彻底来到了左边宫殿的大门面前 这三座宫殿的大门 都呈现出来了淡金色 但是上面的图案完全不同 眼前这一座 就是勾勒着一对无比深邃 又无比邪力 秦南神情微微恍惚了一下 才伸手将这大门推开 吱鸦一声 无数精纯仙异 从中汹涌而出 秦南和入刀至尊 心神威领 身体紧绷 运转铜树看去 一看之下 神情便愣住了 只见到 诺大的宫殿之中 竟然空无一物 只有四周的墙壁上 还有地面 墙顶上 刻着一幅幅古老的图案 图案之中 有人 有妖 有魔 有厮杀的场景 有把酒言欢的场景 但是大部分的面容 都已经模糊不清 只有少数几个 能够看出一些轮廓 这里面怎么什么也没有 一直默不吭声的冥王 终于找到了机会 插了一句 你这头小妖兽懂什么 那毫无疑态老者的声音 响在了几人的耳边 在大殿中回荡 带着一丝凝重 你们是不知道 在十大诸仙的那个时代 曾经发生过一件 差点覆灭整个大上界 和次下界的大战 这里的话 很可能与那场大战 有着某一些关联 本章完 第1847章 关国 秦南眼中露出了一丝金色 毁灭大上界 和次下界 那岂不是得毁灭天地间的所有 如此恐怖的大战 那得是多么恐怖的人在交锋啊 不会吧 如果有如此恐怖的大战 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明王满脸疑惑 他在九天先遇 也是存在了上万余年的 妾 你能知道那才奇怪呢 当年那场大战发生之后 几乎所有的痕迹都被抹除了 好像只有一本书上 还有完整的记载 其他的地方 都只是零星半点 毫无疑态 老者不屑道 他说的的确没错 入刀至尊点了点头 他是被灰袍人救下的 当初灰袍人给他讲了一些东西 其中就提到了这场大战 只是关于这场大战为何发生 最终怎样结束 到底是怎样的人参战等等 灰袍人都没有透露嘶吼 小丫头 你竟然知道 看来 你遇到过不得了的东西啊 头发稀疏 老者略有诧异 随即语气 也变得正中下来 虽然只是零星半点 但这些话的价值 非常的恐怖 小子 你们两个暂时不要离开 务必将他们全部记入心中 秦南点了点头 没有去戳破这头发 稀疏老者的心思 仔细观摩了起来 牵扯到了 那等恐怖大战的话 他还是有点兴趣的 只不过秦南没有发现 他十海之中的 无主穷途上面 有着一行行鼓子 忽赏忽灭 好像是在阐述着什么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也不知道为何 这里的话 明明没有任何的气息 也不具备任何的力量 但是仔细看下来的时候 却非常的消耗时间 过去了足足半炷香之后 秦南和入刀至尊 两人才回过神来 走出了宫殿之中 朝着中间的宫殿走去 一般而言 最中间的宫殿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座 也是各个陵园之中的 瞩目所在 所以 秦南的心情 多了少许的凝重 轻轻吸了口气之后 才用力去推 但一推之下 整个人却愣住了 他只感觉到 自己好像在推一座远古天山 任凭他如何使用力量 都无法让其动摇嘶吼 秦南又尝试了几次 即便是动用了体内的 全部先例 也依然如此 让我来试一下 入刀至尊低声说道 体内的浩瀚力量 运转起来 朝前一推 诺大的淡金色之门 仍然毫无反应 甚至都没有晃动一下 这 秦南和入刀至尊 眉头齐齐一皱 这不应该啊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 也是满脸疑惑 要知道 秦南炼化了一滴魔血 而且魔道屏障还主动打开 如果说和这大幕的那位诸仙 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他们打死都不会相信的 可是 为何推不开这扇门呢 难道是那位诸仙不想见我 秦南脑海中闪过了一道念头 但是 既然给了他魔血 故意引他到这里来 那为何又不见他呢 这于秦宇里 完全说不通 我们去看看第三座宫殿 秦南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朝着另外一边走去 几十息之后 两人站在第三座宫殿面前 秦南直接运转了体内 全部先立 朝前一推 这一次 再无阻力 又是熟悉的 一道枝鸭声 大门缓缓打开了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 同时松了口气 要是第三座宫殿打不开 那可就麻烦大了 秦南河入刀至尊 摒弃名神 走入宫殿之中 与第一座不同 大殿内漆黑一片 即便是他们的同力 也只能勉强目测实障 你们两小心一点 两位老者都忍不住告诫了一句 如果这座大殿是瞩目的话 那必然会有着无比恐怖的杀机 这是 入刀至尊 脚步忽然一顿 秦南也扭头看来 就发觉在右前方 倒竖着一具水晶光果 目光可以透过棺盖看到 里面躺着一位头发雪白 面色祥和 身着龙纹长袍的老者 这难道是那位诸仙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 都是精神一阵 不对 稻草人陡然反应过来 道 这是问剑那老头的躯体 我当年在他后人所聚的剑宫之中 看到过他的画像 完全是一模一样 问剑 秦南和入刀至尊 立刻就想到了 外面剩下的十七座陵园 其中有一座陵园 便是一位名叫问剑的 主镜巨头的陵园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 他竟然葬在了这里 而且还是以着如此简陋的方式 还有一具棺果 入刀至尊向前走动 视野明朗了些许 很快就看到了第二具水晶棺材 但是他的声音又很快响了起来 不对 是九句 秦南心神一阵 立刻上前 只见到 九具高矮不一的水晶光果 都倒数在了地面上 里面躺着一道道身影 有老者 也有少女 他们的神态 有的是一片安详 有的是一片杀气 也有的是面带怒容 一股无形的压力 陡然袭来 让秦南肩膀一沉 尽管这些人已经彻底陨落 并且还有着这水晶光果封锁了一切 但是那股虚无之中 透露出来的一丝丝威压 就已经极其可怕 卧槽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 震惊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外面那些家伙的尸体 如今竟然全部葬在了这里 他们又想到了什么 心中滋生起来了一道道寒意 一位主晶高手 在陨落之际 给自己留下灵源之后 即便在后来会被一位诸仙利用 但他们绝不会如此简陋地安葬自己 即便是有人会这样 但也是极少数 那也就是说 秦南和入刀至尊的心神 也遭到了不小的冲击 前者就不用说了 就算是后者 还是第一次一次性见到 十尊主晶巨头的光果 等等 有点奇怪 这些水晶光果上面 怎么没有被人布下静止 突然之间 稻草人有所发觉 没有静止 秦南两人都是一正 别说是主晶巨头 就算是一般的人仙 在陨落之后 如果还有一口气 给自己准备一个目的的话 那也会在自己的光果上 布下诸多静止 以防遭人破坏 盗走等等 没有静止 秦南脑海之中 突然之间 闪过了一道电光 就连呼吸 也略微急促起来 那岂不是说 他可以拿走这些光果 本章完 第1848章 刹那刀法 要知道 这可是主晶巨头的身躯啊 如果是用他们 来复活妙妙公主 和江碧兰的话 那么 妙妙公主 和江碧兰 届时的修为 资质 潜力等等 必然将是一个 非常恐怖的程度 差点忘了 根据阴阳大颠倒数所说 只有陨落不足七天时间的尸体 才能够有效果 秦南很快反应过来 摇了摇头 眼前的这十具主晶尸体 都已经不知道 陨落多少十日了 主晶身躯 皆是得道之躯 远远不是盖世霸主 和九天至尊能够相比的 可以用他们 来复活妙妙公主 和江碧兰 就在这个时候 飞越女帝冷淡的声音响起 只是有两点 第一 他们很有可能不会 立刻醒来 需要消化其中的道义 即便是已经复活 也要过段时间才能苏醒 第二 用他们的效果 不足用陨落七日之内 主晶尸体的千分之一 秦南眼睛顿时一亮 能够消化其中的道义 那完全是一件好事啊 至于不足千分之一 那又如何 不管怎么样 主晶终究是主晶 绝对要比九天至尊的尸体 带来的好处要大 梦瑶 我要拿走这些尸体 秦南迅速有了决定 开口说道 入刀至尊微微正了正 便淡淡笑着点头 什么也没说 那两位老者和稻草人 听的这句话 先是愣了一下 陡然反应过来 脸色大变 头发稀疏老者 更是历声喝道 小子 你别乱来 虽然这上面没有静止 但是这十句主晶尸骨 很有可能是故意摆在这里的 你要是感动的话 秦南至若罔闻 大手一抓 十道仙光垂下 立刻将这十句光果 给收入了储物袋之中 头发稀疏老者的想法 他也明白 但是此地那位神秘的诸仙 应该是不会对他出手的 而且 只要能够让妙妙公主 和江碧兰在复活之后 各方面能够提高一点的话 即便是有一定的风险 那他也要去做 整个大殿 寂静无声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瞪大了眼睛 秦南和入刀至尊一时之间 也未继续前进 而是看着前方 过了数十夕之后 仍然寂静一片 什么都没有发生 秦南和入刀至尊 同时轻轻松了口气 如此看来 就如他所料一样 没有什么危险了 靠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都是忍不住骂了一句 眼神无比的激动 那可是整整十具 主经巨头的尸体啊 竟然就被这 修为不足天仙境界的小子 如此轻而易举地给获得了 这还没有天理了 秦南懒得理这三个家伙 平复了一下心神 就和入刀至尊 继续向前靠近 走了数百步之后 秦南终于在这座陵园内 第一感受到了魔艺 这股魔艺 极其古老 明而不散 并未在四方飘动 而是静静地悬浮在 每一寸空间之中 入刀至尊 美眸变得凝重起来 体内的先例 不断运转 秦南炼化过魔血 对这些魔器感受不深 但是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在这等魔艺之下 任何一切至尊意志 都宛如蜂蜂蜜一般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这些魔艺充满了攻击性的话 他恐怕都难以在前进丝毫了 嗯 这是 秦南两人脚步同时一顿 只见到 在他们面前的不远之处 那一道呈现出漆黑之色的墙壁上 出现了一个石室 石室之中 摆放着一把雕刻着无数波纹的骨刀 两把分别呈现出淡蓝色和紫色的骨剑 还有一杆长有三丈 袖击斑斑的大枪 四周的角落之处 长满了不少如同龙形一样的怪草 地面还洒满了一颗颗形状不一的淡青色石子 最为中间之处 则有一个小小的石墩 在其上方 有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手印 这些难道是至宝 秦南和入刀至尊 两人脑海中同时生起了一道念头 我靠 刹那之刀 银辉双剑 破灭诸仙枪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震惊的声音 再度响了起来 这三件宝物 虽然连盗器都还算不上 但是它们与其他盗器不同 它们里面都留有一套完整的传承 刹那刀术 银辉剑术 破灭枪术 这每一门 都曾是那威名赫赫的主镜巨头所使用的 具备着无比惊人的威力 算是三门独立盗术 所谓道术 一般而言 都是修习了一步完整的问道之法 就可以修炼与这问道之法有关的道术 或者是心有所感 结合自身 自创属于自己的道术 另外一种 就是这种独立道术 它们不依附于任何一门问道之法的存在 皆是那一位为主镜巨头们 在机缘巧合之下 偶然感悟所得 往往这些独立道术 都要强于一般的道术 也是因此 独立道术非常的珍贵 每一门都价值巨大 完全超过了一颗仙福及天才地宝 并且还有价无事 刹那刀法 独立道术 泽泽 没想到 这个地方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秦南 你赶快把这把刀拿着 到时候好好参舞 入刀至尊作为刀修 他是知道刹那刀法的价值的 即便是他也要有点想学 但是他更愿让他的小夫君去学 这两个家伙 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吧 从进入到现在 各种好处拿不停 一丁点危险都没有碰上 简直是跟他们准备好了一样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现在极度羡慕的眼睛 都快发红了 不过想到这里 他们陡然一惊 他们曾经不知道 进入过多少个禁地 多少个宝地 也曾遇见过诸仙的传承 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地方 会像今天这样 这个世上 哪里会有这么多的 无缘无故的好处 这小子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的目光 聚集在了秦南身上 若有所思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认为 秦南只是一个运气好的家伙 但是现在的话 他们就没有那个想法了 秦南想也没有想 直接摆手道 孟瑶 我到时候 要复活妙妙公主和江碧兰 你可以先感悟 到时候再叫 说到这里 秦南忽然想到什么 脸一下子就红了 本章完 第1849章 面见第七诸仙 当时入刀至尊 帮他理清震道刀绝的时候 整个过程那可是相当的惊心动魄 他现在说出这番话来 倒是有点主动所求的意思了 入刀至尊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过了好几夕之后 才轻笑道 小夫君既然这么说了 作为娘子岂能拒绝呢 那我就先收下了 他玉手一挥 那把刹那之刀 就飞入了他的储物袋之中 秦南 那把枪拿给我 怎么样 明王这时咽了口口水 他虽然不使用任何兵器法宝 但是他对这独立道术 可属非常的垂涎 好 秦南没有犹豫 点了点头 将那把破灭诸仙枪 收入了补天顶之中 剩下的那两把剑 自然也没有放过 到时候 可以带给八样魔王他们 等等 小子 你看看那个石墩 它上面的手印 是不是深陷三寸有余 突然之间 稻草人发觉了什么 语气带着一丝激动 秦南仔细一看 那上面的手印 还真是三寸有余 而且和他的左手似乎一模一样 见到秦南点头 稻草人当即惊喜道 果然和我所料不差 在这深处 果然有出去的办法 只要你按下这个手印 我们就能离开这陵园了 头发稀疏老者 和毫无仪态老者 顿时激动起来 兄弟 赶紧帮我们按下去吧 再待在这个鬼地方 我们恐怕都要疯了 秦南和入刀至尊对视了一眼 后者对他点了点头 他便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伸手笨了下去 砰的一声轻响 林园之中似乎有某道无形枷锁打开 两个老头和稻草人仔细感受了一下 当即兴奋地手舞足蹈 各种各样的话也从口中冒出 秦南两人耸了耸肩 走出石室 继续向大殿前方走去 走了不到百步之时 两人身形同时一阵 只感觉前方似乎有着一道无形屏障 把他们给拦了下来 一直静静悬浮在每一寸空间中的一些魔艺 忽而波动起来 落在了他们前方的三丈之处 缓缓凝成了一行魔气森然的大字 一人止步一人前行 终于来了吗 秦南眼中白色火焰跳动 自从进入这个林园之中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感受到了怪异之处 他也感受到了 所有一切东西都像是有人故意留在这里 换种方式送给他 能做这一切之人 只有那位诸仙了 小夫君 我在外等你 小心一点 入刀至尊之道 他是要止步的那个人 叮嘱了一句 就不再多言 朝着外面走去 秦南轻轻吸了口气 甩掉了脑海中的所有想法 朝前走去 身形逐渐融入了黑暗之中 此时此刻 大殿之外 你怎么出来了 正在惊喜之中的两名老者和稻草人 看着入刀至尊出来 同时愣了一下 那名毫无仪态老者 仔细感受了一下 眼睛顿时一眯 那门术法 被一股力量给隔绝了 他现在无法看到 秦南所欲的一切 这是他的机缘 入刀至尊淡淡笑道 反倒是你们 既然已经可以出去了 怎么还不走呢 令牌我现在给你们 到时候那些东西 准备好了送来就行 毫无仪态 老者和稻草人 都是低咳一声 头发稀疏 老者目光微微闪了一下 略带尴尬道 这不是 一下子不习惯吗 也不急着走 不急着走 入刀至尊目录彼夷 但也懒得多说什么 这三个家伙故意留下来 显然是 察觉了不正常之处 想要看看秦南身上的秘密 但 他小夫君的秘密 岂是你们能够窥探到的 与此同时 大殿深处 秦南向前缓缓走着 他现在的心情 有点微妙 难以言喻 四周的温度 似乎也降低了不少 让他莫名感觉 今天穿得有点单薄了 很快 他走到了尽头 面前也出现了一扇谈目骨门 他站定了好几夕的时间 才伸手一推 走向其中 忽然间 所有一切 都变得明亮起来 不再是一片漆黑 秦南看着眼前的场景 整个人彻底愣住了 只见到 现在的他 来到了一个小院之中 四周种满了各种各样的奇异花草 飘荡着种种花香 中间之处 则栽种着一棵柳树 树下有着一个石桌 上面摆放着用某种鲜玉制成的茶具 一名淡青色短发 见眉心目 皮肤白皙 身着一袭白袍 宛如画中公子般的青年 正拿着一杯鲜茶 双眸壁上 似是在细细品尝回味 不得不说 这样的景象 和秦南想象中的 完全不一样 毕竟 对方好歹也是一位 十大诸仙之中的一位魔修 可是现在 这番光景 哪里像魔修 只不过 秦南并未发觉 他体内的补天顶 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包裹 让冥王满头雾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怎么失去了和秦南的联系 青年眼睛缓缓睁开 落在了秦南身上 强压住心中掀起的种种情绪 脸上露出了抹温和笑容 大人 请坐 您这第一次来 就把小的家底给洗劫了三分之一啊 秦南回过神来 略有一些尴尬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点了点头 坐了下来 青年说道 大人 我是十大诸仙之中第七人 一个魔修 我的本名 现在还没到时机 就不告诉你了 秦南眉头一皱 这就和战神一样 他到现在 也不知道战神的本名 我的前世 到底是谁 秦南缓缓说道 现在 他最想知道的是这个 得知了这个 那一个个的谜团 或许全部都能解开 青年没有马上说话 而是目光变得深邃起来 似乎跨越了时空 哦 你给我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但是 今天这次谈话 你就别旁听了 如何 飞跃女帝冷淡的声音 很快响起 好 干脆 利落 青年在看向秦南 脸上的神情 顿时变得恭敬 大人 关于你的前世 非常复杂 暂时还无法对你说清楚 不过 青年的脸色 陡然变得郑重 还带着一丝肃杀 诸仙第五人战神 他不怀好意 你绝不能相信他 本章完 第1850章 真相 此话一出 整个院落内的时空 都仿佛凝固下来了 秦南的一双眼睛 陡然变得犀利起来 体内的画到鲜艳之鲜利 更是滚滚焚烧 好像立刻就会爆发 你说 战神不怀好意 秦南最终什么也没做 只是脸上浮起了 抹淡淡的冷笑 这种挑拨离间的伎俩 就别用在我身上了 没有意义 另外 不怀好意的人是你们吧 战神 战神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奇遇 虽然战神是因为他的前世 才找到了他 但是战神对他所付出的一切 他穷尽一生 都无以为报 若是没有了战神 也就没有他今天 青年轻叹一声 道 大人 我大概能猜到 你会觉得 你能够有今天 都是战神的功劳 殊不知 所有一切 其实全部都被战神 给打乱了 当年我们在寻找 战神也在寻找 可是因为一些阴差阳错 才导致战神找到了你 秦南心神并未动摇嘶吼 只是白手道 我此次前来此地 只是为了搞清楚我的前世 既然你没法说 那就让那幕后之人出来吧 当初根据飞跃女帝的推测 那地魔血并不是眼前 这位诸仙第七人 无天魔君所留 而是一位更强大的存在 秦南的心中 也倾向于这个结果 青年沉默了一会 才苦笑道 大人 实在是抱歉 因为一些缘故 他现在还无法现身 但是大人 我所说一切 全部是真 如果您还不相信 我可立先魔道士 或者是其他的誓言等等 都可以 秦南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过了好一会之后 才淡淡道 你无须立誓 战神的好坏 我自有评判 而且 你乃诸仙第七人 誓言会对你有用吗 既然什么都无法说 也不肯现身 那我就告辞了 秦南转身离开 那青年叹息一声 连忙起身 弯腰行礼 恭送大人 无论如何 望大人铭记一点 他日觉醒之时 只需一声 我等便生死相随 大人也要切解 今日我们之间的谈话 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秦南脚步顿了一顿 堂堂一位诸仙第七人 对他这个小小的天仙 做到这等地步 足以见得对方的态度 不过 他相信自己的感觉 他 更加相信战神 最终 秦南什么也没说 走向了大门 离开了院落 只是秦南不知道的是 青年望着离开他的背影 半想 又徐徐转身 对着前方行了一礼 略带着试探问道 师尊 此人当真是大人转世而生 一道古老的声音 像是 跨越了无穷的虚空 在院落上方想了起来 如果我之前不确定 那么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大人 曾在陨落之前 告知过我 他有一个大计划 成功之时 便能凯旋而归 颠覆一切 虽然现在大人受战神他们影响 但未免不是一个好事 至少战神他们那一脉 彻底错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 大人的真实身份 青年听着这一番话 尽管不知道大人的真正计划 但心中多多少少明白了一点 一双清澈的双铜之中 陡然变成了血红一片 滔天魔气 汹涌四方 院中的那一棵棵奇花异草 还有那棵柳树 全部像是被剥夺了生机一样 迅速摔老着 这就好 这就好 大人不愧是大人啊 当初跟在大人的身边 果然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青年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 那是当然 那几个人当中 最有希望的 就是大人 好了 大人现在已是天仙 当他登陵九天至尊之时 必将开始第一次觉醒 如今诸仙第九人 诸仙第六人 战神那一脉的人相继而出 还有另外一脉 也在蠢蠢欲动 太古禁忌 也在寻找着什么 所以 你我二人 都要速速恢复修为 至少要赶在大人觉醒之前 恢复六成 古老声音继续说道 师尊言之有理 古老青年点了点头 身形一晃 就消失在了院路 至于秦南 走出了大殿之后 补天顶上面的无形封锁 早已消失不见 明王想要问什么 但是想到这家伙的身份 还是选择了闭口不言 情况如何 飞跃女帝冷淡的声音响起 刚才进去之后 秦南没有丝毫地隐瞒 青年的告诫 也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对于同镜 是绝对信任的 这倒有点意思了 虽然这句话的语气 依然很冷淡 但是秦南都能够想到 在另外一片时空内 这位绝世女子 要么嘴角翘起了模糊度 要么是双眼中 有了不同寻常的光芒 这哪里有意思了 秦南翻了翻白眼 揉了揉额头 道 我只是想搞清楚我的前世而已 可是现在 反倒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飞跃女帝沉默了一会 才道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 上古十大诸仙 大约可以分为三脉 战神 诸仙第六人属于一脉 无天魔君属于另外一脉 这两脉虽然谈不上势如水火 但也绝不会共同处置 秦南眉头微微一皱 这样的两脉 为你这样的一个小人物 耗费了这么多的功夫 这里面肯定是有大秘密 所以 根据我的推测 兽皮画卷口中的少主 并不是你的前世 他夺走的紫色水晶 也只是一个幌子 秦南点了点头 也有些无奈 总的来说 现在所有一切 线索都太少了 只有知道他的前世 真正是谁 那他才有可能明白 这其中的所有 有个无比强大的前世 是一件好事 但也有可能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你 什么也不必去想 早日加封盖世霸主 登临九天至尊 让自己修为变得更强 那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你所遇到的一切 别全然相信 也别全然不信 始终冷静 那就足矣 有史以来 除了正事之外 飞跃女帝一次性 给秦南说了这么多的话 本章完 第1851章 暗中的杀鸡 秦南正了半想 嘴角不禁浮起了 抹淡淡的笑容 你说的没错 在这个世上 自己强大 那才是王道 童静 多谢了 飞跃女帝冷漠道 不必 去找你的小娘子吧 说完之后 红绳再也没有了反应 秦南有点茫然 怎么聊得好好的 他好像生气了呢 算了 秦南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身形一闪 飞出大殿 入刀至尊 正在盘膝而坐 感悟着什么 但秦南出现的刹那 他就有所察觉 一双美眸睁开 嘴角露出了浅笑 倾国倾城 你们还在这里 秦南看到两位老者和稻草人 不禁一愣 还没等三人回答 一道道咔咔咔的声音 突然从后面响了起来 秦南回头一看 只见他去过的那两座大殿 都浮现出来了无数的裂痕 最终砰的两声 化为虚无 最中间的大殿 一下子就变得寂寥起来 他们怎么碎了 头发稀疏 老者满脸不解 随后脸上 又露出了魔产妹的笑容 道 小兄弟 你进去之后 到底碰到了什么 你是不是这诸仙第七人的传人 秦南嘴角一抽 并未说话 头发稀疏 老者三人也反应过来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尴尬 刚才他们还是心急了一点 这样的事情 别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告诉他们呢 那 小兄弟 能不能商量一件事 你获得那十具主镜的尸体 卖给我们怎么样 我们给的价格 绝对保你满意 毫无疑态 老者正色问道 他们留在这里 一是好奇秦南的身份 二 就是盯上了那十具尸体 没错没错 反正那十具尸体 你没个一千年 肯定用不上的 头发稀疏 老者连忙道 三位前辈 实在不好意思 这十具尸体 我有重用 是绝不可能卖掉的 秦南摇了摇头 不等他们多说 就看向入刀至尊 我们离开此地吧 入刀至尊 什么也没问 只是点了点头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健壮 心中不禁有些急了 那头发稀疏老者 则是眼珠一转 想到什么 道 小兄弟 干脆我们一起离开吧 十具主尽尸体 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 要不是对秦南的身份 有点顾忌 他们还发下了仙魔道士 恐怕都会动手强强了 秦南想也没想 就准备拒绝 那头发稀疏老者 则是黑黑一笑 你先别急着拒绝 现在的路和禁区 已经完全沦为一片打战场 以你们的修为强行闯出去 必然会被重创 说完之后 他屈指一弹 一个水墓演化出来 水墓之中的光景 乃是天门之中 只见到 无穷无尽的仙光 化作了种种模样 有巨龙 也有凤凰 有剑 有枪 有塔等等 互相碰撞 大片大片的虚空 不断地碎裂 广袤无垠的大地 为之沉沦 所有的法则 全部化作了混沌 即便毫无任何声音 也无任何气息散发 但秦南和入刀至尊 都能感受到 那里面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大战 紧接着 水墓一变 变成了路和禁区深处 和中间地段的光景 那里 仍然有着一位位强者交锋 即便比不上天门深处那么恐怖 但场面照样非常盛大 而且 由于天门深处的大战 导致了路和禁区也受到了影响 各种各样的鲜光 冲天起 有至宝出世 也有沙地浮现 混乱一片 现在看来 不只是几大势力和那个青年开战了 入刀至尊美眸中露出了一丝凝重 道 小夫君 就让他们一起吧 秦南平复了一下心神 沉吟了一声 就点了点头 反正 他接下来要做的 是去复活妙妙公主他们 也不是什么惊天大事 就算被这三个家伙看到了 那也没有什么 嘿嘿 走了 头发稀疏 老者法印一截 鲜光落下 包住他们的身形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外界之中 这一段时间内 混乱仙玉真正成为了整个九天仙玉的焦点 无数势力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这里 一位位的巨头们 纷纷施展各种各样的手段 打听着这里的一切秘心 同样 更多的修士 还在争议着第十四个无上道统 兽皮画卷的这次出手 实在是太过惊天动地 让整个九天仙玉都沸腾了 当然了 如此一场盛大的风暴之下 仍然有不少势力 聚集在了秦南的身上 他们已经得到消息 秦南还没有陨落 目前仍在陆河禁区 或者是混乱仙玉之中 因此 他们暗中排除了一些人马在寻找 这些人马当中 其中就有龙玄令 陆河禁区 发生了如此大的风暴 他自然是不敢待在陆河禁区附近了 早已逃离得远远的 到了一个边缘之地 他内心有想走的冲动 但是一想到秦南 想到未来有可能降临到头顶的大祸 他脸色就阴沉下来 杀心难以平静 爆 正在这时 一名地仙境界的修士 急冲冲地飞来 脸色比较难看 龙前辈 我们发现了那座仙福道地的存在 但是诸王古岛和万重仙楼的修士 都被杀死了 其中还有一位盖世霸主 诸王古岛和万重仙楼这几个势力 是知道秦南有着一座五主仙福道地的 他们推测秦南很有可能就在其中 所以一直在寻找 毕竟 现在秦南身上的价值 可不仅仅只是那几个至宝了 龙旋令愣了一下 旋即反应过来 仰天发出了一道大笑声 神情颇为兴奋 这名地仙修士 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 道 龙前辈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今 我们势力在深处参战 只能勉强出动一些盖世霸主 根本没法抓住他们 要等九天至尊出手 不知道还要多久 秦南他们现在已经被惊动 很有可能会离开 已经这样了 你还能笑得出来 龙旋令瞥了他一眼 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 淡淡道 这些情况 我都知道 不过 没有关系 我这边的一位九天至尊 已经抵达了陆河境区 只需不到半炷香时间 就能赶来 你说 这怎能不笑 本章完 第1852章 三味巨头的震惊 不久之后 北境之中 一座山谷深处 秦南五人从虚空之中落了下来 很快就走入了无凡之地内 秦南 你回来了 林兰兰最先发觉 身形立刻飞来 翘脸上还充满了惊喜之色 这几日之中 他一直都是心神不宁 深怕秦南陨落在那座大幕之中 毕竟 那个大幕的位置 还是他告诉秦南的 秦南要是死了 和他有着一定的责任 这几位士 林兰兰美眸中 露出了一丝狐疑 哟 先天盗铃啊 没想到你小子 连这种东西都能得到 头发稀疏 老者眼睛一亮 兰兰 待会再给你好好介绍吧 这些东西你拿去 把它们布置下来 记得小心一点 不要将它们给触发了 秦南将那些阵盘们 全部取了出来 无凡之地 有着先天盗铃 还可以自行移动 他是准备好好打造 以后作为自己的根据点 这是 林兰兰美眸微微一缩 一张翘脸陡然仗红 变得无比惊喜 道 秦南 你真是太棒了 他立刻将所有阵盘都给收走 飞向了远处 他虽然 看不出这些阵盘的来历 但是作为一个盗铃 他对于这种威力强大的阵法 有着天然的感知 能够知道这些大阵 都具备着惊世骇俗的力量 秦南笑了一笑 朝着岛屿飞去 那一个最大的院落之中 八药魔王 元祭 修神良 都在感悟之中 对四周一切毫无察觉 血炎也恢复了伤势 并且在得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 他没有灰心丧气 而是沟通着几件九天至尊的本命道气 他知道自己在修行一路上 很难再进一步 但是他现在只想增进自己的修为 以后即便是去一个小地方 过上悠闲的生活 也尽量不给秦南他们添麻烦 生灭之化 无主墓碑 八龙古庙 四恶雕像 还有两座鲜明异象 毫无仪态 老者看到了那一件件质宝 眼睛瞪大 忍不住抱了句唾口 我靠 你们这群家伙 是洗劫了一个无上宝窟吗 头发稀疏 老者和稻草人 嘴角也是抽了抽 他们现在实在是想不明白 就凭这群家伙的修为是怎么获得这么多的质宝 秦南 来上面 就在这时 一道冷淡的声音从上方响起 这是飞越女帝 早在一开始的时候 她就跟秦南说过 到时候 她会降下一缕意志 亲自来出手 入刀至尊 美眸一宁 她能感知到 对方是一个修为很强大的女人 秦南轻轻吸了口气 向上飞去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也连忙跟上 很快 他们的视线之中 出现了一座祭坛 漂浮半空 这祭坛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都有点惊议不定 待到他们落入祭坛之后 率先看到的 是各种各样的天才地堡 闪烁着种种灵光 随即那边缘之处 一名绝世女子 静静站立 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以及入刀至尊 眼中顿时露出了一抹惊艳之色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 实在是太美了 尤其是 她那一身气质 宛如九天玄女一般 超然而圣洁 冰雪而无瑕 仿佛不存于这人世之间 你难道是 飞跃女爹 头发吸收老者试探问道 毫无疑态 老者和稻草人的目光中 立刻多出了一丝戒备和忌惮 不得不说 到了她们这个境界之后 可以说 没有任何一个九天至尊 能够让她们这般对待 但是这个飞跃女帝 那可就不一般了 飞跃女爹 入刀至尊美眸中 闪过了一丝一色 这一段时间内 她早已听过了飞跃女帝的种种消息 只是 她不是 不能进入第四小仙域吗 如今怎么破例 想到这里 她便明白了 她的小夫君 和飞跃女帝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要好 同静 一切都有劳你了 秦男神色变得郑重下来 将手中的其他天才地宝 还有十具主镜巨头们的关果 以及十具九天至尊的尸体 一一取了出来 她的神念 同时勾动了一下五主穷徒 将水晶也给释放了出来 嗯 好奇特的两道灵魂气息 这是怎么办到的 等等 你们这是 要拿十具主镜尸骨干什么 头发稀疏 老者在惊讶之际 很快反应过来 脸上露出了抹急切 这十具尸骨的价值 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绝不能 未等她说完 飞跃女帝便淡默地看了她一眼 你们修为受到损耗 早已不如从前 若再敢废话 今日便让你们陨落在此 说完之后 她就收回了目光 直接无视了这三人 一双白皙如雪般的御手 结成了一个个法印 无数的仙光 涌入祭坛之中 头发稀疏老者 和毫无仪态老者 还有稻草人 脸色都是一怒 但是很快就成了苦笑之色 还略有一些尴尬 她们毫不怀疑 飞跃女帝 现在的确有这个能力 只是 这也太霸道了吧 怎么着 她们也算是前辈 至少给点面子 不行 一定要阻止她 这十具主尽尸体 可不能让她们 给浪费了 头发稀疏老者 毫无仪态老者 两人脑海中同时浮起了面头 但是 就在这一刻 她们看到这无数的天才地宝们 碰碰碰地炸成了粉碎 化作了各种各样的灵光 分别流入了那漆黑水晶 还有十具光果之中 整座祭坛 也在这时 彻底运转起来 一股悬而又悬 难以言喻的生死气息 弥漫出 这 这难道是传说之中的 阴阳大颠倒术 稻草人罕见师太 一连退了两步 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真是阴阳大颠倒术 两个老者也是如此 震撼无比 别人不知道 可是他们最清楚 阴阳大颠倒术 乃是上古十大诸仙之中 排名第四的那一位所创之术 而且 上古十大诸仙 都残存于世 他们这无数年以来 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动静 唯独这第四诸仙 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眼前的这几个人 是怎么获得的 本章完 第1853章 至尊悲剧的开端 陵园之中的那一位诸仙 如今还有第四诸仙 以及这飞跃女帝 那一件件至宝门 这小子的身份来历 真不是一般的恐怖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反应过来 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神之中的那股凝重之意 直到现在 他们对秦南 才算是真正的重视起来 不过 话说回来 传闻之中 阴阳大颠倒术 能够颠倒阴阳 逆转生死 也不真是真是假 今天若能见得这一幕 消耗掉这十具主镜尸骨 那也是直了 头发稀疏 老者三人眼睛发亮 紧盯着这一幕 想要制止秦南等人的念头 已经消失无踪 当然了 这也是 因为这十具尸骨不在他们手上 他们获得的机会也很小 不然的话 他们还是不愿意拿出来做这样的事情 阴阳颠倒 秩序无存 天地轮回 就此破开 飞跃女帝手中法印越变越快 神色庄严 口中念出的咒语 不知为何 竟然无比的响亮 宛如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 正在开坛受到 响彻了整个诺大的先浮道地 嗡 忽然之间 水晶开始震战起来 冥冥之中 好似浮现出来了无数的针仙 高声涌唱 那水晶之中 也有着两道绝美的身影 缓缓飘出 他们双眼闭着 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极为美好的事情 秦南的身形一抖 双眼看着 神色正主 不知不觉间 他的心脏 停止了跳动 他的呼吸 逐渐归无 入刀至尊心有所感 看了他一眼 见他这样的神情 不禁轻叹了一声 他虽然和秦南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他能够看出来 秦南是一个怎样的人 能让他露出这样的神情 那只能是 秦南早已将他们 刻入灵魂之中了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不久之后 无凡之地晚 伴随着嗖嗖嗖的一道破空声 一道道人影 接连飞来 这些人影 基本上都来自万重仙楼 诸王古岛 这两个大势力之中 大部分乃是天仙 只有两位是盖世霸主 他们站定脚步之后 并未有所行动 而是很快让开了一条道 在其尽头之处 龙玄令陪着一名神色淡漠 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 漫步走了出来 这名男子 正是男士至尊 秦南 当初没有杀你 果然是我的一个大错误 不过 你的风光 今天就此结束了 男士至尊自语了一声 便淡淡道 你们在外候着 我和龙玄令进去 你们放心吧 我做事恩怨分明 既然找人帮我出了不少力 到时候 我会把秦南交给你们 听得这一句话 这些天仙修士们 心中齐齐松了口气 男士至尊不再多言 只是身形一闪 就踏入了无凡之地之中 龙玄令则是紧随其后 何人擅闯此地 林兰兰的声音 立刻响了起来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无上道统 男士至尊扫了一眼四周 一双淡漠的毛子之中 陡然出现了一道冷光 杀你们的人 在他身上 属于九天至尊的威压 当即爆发而出 卷开了无数钢器 令得那大片大片的精纯鲜意 剧烈波动起来 整个无凡之地 都在微微颤抖 似乎难以承受 不过 就在这一刹那 前方的虚空之中 陡然亮起了一道光芒 垂落下来了一道道杀意 阵法吗 男士至尊目光露出了一丝不屑 大手拍去 他现在已经是九天至尊 随意一掌 都具备毁天灭地之威 足以粉碎大部分的盖世霸主 然而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那一道亮光 突然变得无比璀璨 无数道巨大的阵纹 瞬间交织而出 将两人包入其中 四周一切的光景 也彻底变了 变得灰蒙蒙一片 并且 在这灰蒙蒙的深处似乎有着一尊无上存在 爆发出来了惊人怒火 要降下无穷杀鸡 这是什么大阵 龙玄令脸色大变 这座阵法的气息实在是太可怕了 即便是他现在的修为 在这之下也如同蝼蚁一般 天怒杀阵 男士至尊目光之中露出了一丝惊诧 道 没想到 秦男居然连这种阵法也能弄到手 只可惜 我并不是一般的九天至尊 一股绝世霸气 从他体内直冲苍穹 一尊无比伟岸的门户 在他背后浮现而出 威震巴荒 开 男士至尊身形动了 化作了漫天残影 每一道残影都轰出一拳 打击在无形之中 发出了一道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不过多时 那灰蒙蒙的一片之中 撕裂开了一道口子 男士至尊冷哼一声 直接卷起龙玄令 从中踏出 以他的修为 足以震碎这做阵法 只是那样会消耗一些时间 而他现在 只想先把秦男给镇压 但是 他的身形刚刚停下 前方和左右两方 分别又闪耀起来了一道亮光 呈现出来了夹击之势 又是阵法 男士至尊眉头微皱 看向了龙玄令 不可能啊 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是一位女子出手 才将那些人给击退的 根本没有任何阵法 龙玄令连忙说道 如此看来 这应该是不久前布置下来的 既然如此 除了刚才那一个阵法的话 其他阵法威力都不强 男士至尊点了点头 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他的同仁便是微微一缩 只见到那三道亮光 与之前那道一样 陡然变得无比璀璨 无数阵纹 交织而出 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 都像是巨手张开了血盆大口 将他们给吞入其中 铺天盖地的杀鸡 则像是无尽潮水一般 朝他们淹没而下 这三个阵法的威力 不仅要比刚才那一个更强 而且还主攻杀法 全是要置人于死地的杀阵 秦南啊秦南 你果然 是一个会不断创造奇迹的人 不过这样 也正好 值得让我亲自前来一趟 男士至尊眼睛一宁 手中法应杰出 本章完 第1854章 越闹越大 天帝四方 为难称尊 男士至尊低贺一声 他背后的伟岸门户 当即一晃 打出了一道璀璨光芒 将那铺天盖地的杀鸡 硬生生打成了一片片的粉碎 他法应在朝前一摁 只听得轰隆一声 伟岸门户高高飞起 像是蓄积了天帝之间的所有力量 以着惊人的速度 震在了三座大阵之上 一时之间 四面八方 全是震天动地的爆炸声 那一条条的阵纹 根本无力抗衡 这崔枯拉朽般的力量 一道接一道地破碎 但是在下一刹那 这些阵纹再度浮现 重新交织成了大阵 可以自主恢复的大阵吗 这下子有点棘手了 男士至尊心中微沉 左手开始结印 右手则取出了一柄 密布着无数神魔花纹的长枪 施展出一门绝世枪术 过了足足数百息之后 伴随着一道尖锐的声音 男士至尊和龙玄令的身形 才从那三座阵法之中冲出 龙玄令看着男士至尊 额头上布下的戏汗 心中没有的一阵庆幸 暗道 还好秦南与男士至尊也是敌人 不然的话 以我的手段 今日根本杀不死秦南了 男士至尊则是没有任何想法 在出来的刹那 他的双眸之中 就绽放出了夺目的蓝光 洞彻前方 手中之枪 准备再度杀出 就在这刹那间 他们先前听到的 那个清脆声音 再度响了起来 带着一丝冷意 哼 能破开前面两关 的确有点本事 难怪敢说要杀我们 不过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不能闯得过这第三关 此话一出 男士至尊和龙玄令的脸色 皆是微微一变 还有第三关 难道还有阵法 只见到 在那虚空之中 足足十道亮光闪耀起来 无数道阵纹浮下出 一股股 比先前四座阵法 更为强大的气息 席卷而出 五五分须大阵 玉皇鸭天大阵 龙蛇眼道大阵 即便是男士至尊 在这一刻 脸色也不禁动容 龙玄令的脸色 则是变得一片苍白 其中一座大阵 就足以将它碾杀成飞灰 更何况 还是十座大阵 只是十座阵法 就让你们如此吃惊了 林兰兰的声音 再次响起 那十道亮光的四周 陡然有着足足二十道亮光 同时闪耀起来 尤其是其中两道亮光 宛如古老的旭日一般 无比瞩目 照亮八方 远非其他亮光能比 这 堂堂男士至尊的脸色 彻底大变了 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区区一个秦男的仙幅 道地之中 竟然具备了如此之多的恐怖大阵 尤其是其中两座大阵 还让他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 时间缓缓地过去 飞跃女帝 仍在截着各种各样的法印 口中念出了一道道咒语 四面八方 浮现出来了诸多截然不同的异象 逆转阴阳 篡改生死 本为月道之事 一时半会 根本难以解决 至于秦男 他的目光 彻底融入了那两道绝美的身影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还有入刀至尊 则是聚精会神 感受着种种法则力量的变化 其实他们早已感受到了 男士至尊和龙玄令的进来 只是有诸多大阵在前 根本懒得去理会 又过了一会之后 无凡之地外 两道人影 突然从苍穹中降临而下 那无与伦比的威压 令得四面八方的大地 不断晃动起来 两大势力的那一位位天仙 盖世霸主们 脸色齐齐一变 参见太上长老 所有人连忙行礼 这两道身影 正是万重仙楼 和诸王古岛的九天至尊 虽然这两个大势力的巨头们 都在陆河禁区的深处参战 但是考虑到秦南的特殊性 他们两人才紧急赶了过来 那一袍染血 脾气比较暴躁的 诸王古岛的九天至尊 看了一眼四周 当即怒斥道 你们这帮废物 怎么能让他们先进去 他们都已经进去了这么久 还没出来 秦南恐怕都已经被掳走了 那一位位天仙和盖世霸主们 只能满脸苦笑 他们当然知道 以南式至尊的修为 闯进去之后 只需要不到五十息的时间 就可以拿下秦南 现在都还没出来 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他们又能如何呢 另外一位九天至尊眉头一皱 道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所有人一起进去吧 话音一落 两位九天至尊率先飞入其中 剩下的盖世霸主们 还有天仙们 也是一一飞了进去 这是 刚刚进来 这两位九天至尊心神就震住了 那一位为盖世霸主 天仙们的脸色 则是勃然大变 只见到眼前 有着足足二十道不同的惊天异象 在他们眼前演化着 像是有着二十个小世界 互相展开一般 在他们的心中 犹如无上神志一般的南式至尊 此时此刻 在漫天杀鸡之下 堪堪撑起了一道微弱的光芒 仿佛下一瞬间 就会被狂掏淹没 狼狈不堪 南式至尊若有所觉 回头一看 看见这一道身影之后 原本苍白的脸色上 顿时浮起了 抹惊喜之意 大声喝道 两位道友 一起联手 打开一道缝隙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都得死在这里 两位九天至尊反应过来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他们哪里会想到 区区一个秦男 竟然有这么逆天的本领 布下如此之多的恐怖杀阵 而且 他们现在想要退去 都来不及了 已经被包入了阵法之中 只能硬着头皮道 好 一起联手 两位九天至尊当即爆发出来了滔天仙芒 将身后一位位天仙 盖世霸主忽入其中 体内问道之法运转 手中道气祭出 轰向四方 无数刚气 汹涌而起 一门门倒数 仙树 齐齐打下 这一场无比惊人的交锋 过去了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一道道异象之中 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光点 可是 这样的一个光点 却让男士至尊 另外两个至尊 还有龙玄令等等人 精神大振 快点 逃出去 本章完 第1855章 重生 随着一声长啸 三位九天至尊 率先冲出了光点 龙玄令和那些盖世霸主们 天仙们 紧随其后 但这光点出现得快 合拢得也快 二十多位天仙 没来得及逃出 立刻被轰杀 发出了一道道惨叫声 秦男啊秦男 你小小一个天仙 竟然差点叫我中创 不过 上天仍旧站在了我这一边 你就等着受死吧 男士至尊 浑身沾满了血迹 心中的憋屈感 让他对秦男的杀心 又提升了一个高度 一双眸子 犹如万年悬兵一般 废话少说 那边气息古怪 异象分成 秦男定然就在那里 我们赶紧过去 另外两位九天至尊 白白损射这么多 心中也是憋了一肚子火 双眼齐刷刷锁定在了祭坛所在的位置 只有龙玄令 目入惊喜 今天秦男一死 那他就没有了心腹大患 以后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刷刷刷 众人的身形 立刻化作了一道道绚烂鸿芒 宛如一把把绝世仙剑一般 冲向前方 速度惊人 原本刚好看到关键之处 正在全神贯注的两位老者 还有稻草人 以及入刀至尊 瞬间就被这一道道气息给打搅了 脸色立即冷了三分 头发稀疏 老者身形一动 直接降临在了男士至尊等人面前 你是何人 请敢阻我 男士至尊历声喝道 你是 另外两位九天至尊的同人 却是陡然一缩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男士至尊不认识 可是他们接触了无数情报 当然知道 眼前的这位老者 乃是一位超越了九天至尊的主镜巨头 只是这位老者 不是一直待在那个地方吗 如今怎么出现在这里了 他和秦男之间 正当他们脑海之中 生出了无数的疑问之时 头发稀疏老者冷哼了一声 唧唧歪歪没停 侦探娘凡人 都给我滚 话音一落 一掌拍出 没有截出任何法印 也没爆发出任何气势 就这样平平无奇的一掌 却让男士至尊 以及两位至尊和其他人 眼前的景象全变了 世界 化为了黑暗 无形的恐怖力量 宛如疯天之恋 紧紧缠绕了他们的身形 让他们根本动弹不了丝毫 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在那黑暗的尽头 有着一尊宛如无边无际的苍天一样的巨手 朝他们滚滚拍来 龙玄令和一众盖世霸主们 天仙们 都是肝胆剧烈 三位九天至尊 则是眼睛瞪大 脸色变成了一片惨白 主 男士至尊震撼失声 但是喉咙之中 仅仅挤出了一个字眼 就被这无比恐怖的巨手 硬生生拍中 他们的身形 顿时以着前所未有的速度 狂射而出 瞬间被拍出了无凡之地外 不见了踪影 四周所有 重归于尽 头发稀疏 老者看都没看一眼 连忙重新飞到了祭坛边缘 只见到 现在祭坛的中间 已经浮现出来了一个八卦图案 里面有着无数光芒 一息一灭 这是种种法则在变换 四周的吟唱之声 也是时而高昂 时而低沉 节奏奇快 并且使得虚无之中 泛起了一道道 好似水浪般的波纹 这些吟唱之声 引发了大道 还好 没有来晚 如果我猜测无误 接下来飞跃女帝要做的 便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头发稀疏 老者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果然 飞跃女帝口中的咒语停下来了 浑身上下散发出来了莫大气势 撼动八方 两道虚幻身影 也分别悬浮在了后方 浩瀚的三声气息 散发开来 你 他玉手无指指间 奇奇破开 鲜血流出 朝着整个祭坛一摁 刹那之间 天地色变 整无凡之地 仿佛化作了一个难以言喻的光点 最后再狠狠爆开 命运 时间 空间 规律 恒定 生死 五行等等虚无缥缈的规则 化作了万千光芒 飞向一切 飞跃女帝目光如炬 忽然出手 将一道光芒击碎 这诡异的景象 陡然之间 又不见了 整座祭坛都在闪耀着夺目光芒 在那中间之处 则有无数光芒 缓缓凝聚 缓缓勾勒 最终化作了两具身躯 一位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的无可挑剔 身穿一席金色凤袍 有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感 另一位白色短发 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 一袭青山 回来 飞跃女帝御手一扬 两道虚幻的火焰 飞了过来 她朝着两人的身躯走了过去 第一步 祭坛阵战 地动山摇 第二步 法则絮乱 光芒崩碎 第三步之时 冥冥之中 响起了一道道恐怖的吼声 仿佛有着一尊 可以吞灭诸天的巨兽 爆发出了怒火 想要从中冲出 飞跃女帝手掌向前推去 但犹如推到了万虫仙山一般 每前进一寸 都显得无比艰难 光洁如玉的额头上 也浮现了一层层细汗 若 最终 她推破了那无形阻碍 两缕火焰 没如妙妙公主 和江碧兰的体内 瞬息之间 所有一切的异象 全部消失了 两人那彻底死寂的体内 一缕缕细小的生机 一点点的浮现 最终席卷全身 心脏 开始轻微跳动 变化来了 稻草人突然出声 她声音落下之际 两人的体内 陡然爆发出来了 璀璨无比的道光 浓郁的道意 卷向了四面八方 首先是妙妙公主 她体内有股神秘的力量 初次觉醒了 额头之上 骨字浮现 先是圣 后是仙 仙灵一族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 齐齐一愣 但紧接着 他们的同仁 骤然一缩 因为妙妙公主 额头上的骨字 竟然变得模糊起来 缓缓勾勒出了一朵 白色的虚幻之花 紧接着 是江碧兰 无数的死亡之意 在她体内不断地增长 额头之上 也如妙妙公主一样 有着骨字变幻起来 最终却凝成了一朵 淡蓝色的虚幻花朵 她的双眸之下 也镀上了 一层淡淡的黑影 左手和右手手背上 分别出现了一个淡黑色的印记 本章完 第1856章 血统跨足 不止如此 他们两人的修为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妙妙公主 体内的地力 瞬间蜕变 成为了神力 随后继续飞速攀升 无比强势地冲破了人神 地神 天神境界 最后嗡名一声 蜕变成为了仙力 江碧兰的状况 亦是如此 而且 两人体内的仙力 还不是一般的仙力 虽然他们现在的境界 相当于人仙 但是仙力的浓厚程度 完全不下于一位地仙 还融合了十位主镜巨头 生前的一些特殊气息 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一飞冲天 不过 要像他们这样 诺大的九天仙玉之中 恐怕没几个人能绊倒 毕竟 一般修饰陨落之后 不会有兽皮画卷这样的人物 将灵魂保存下来 后面还得施展阴阳颠倒术 寻来整整十具主镜尸体 终于 秦男的身体 微微颤抖 现在本是惊喜之时 但是他的鼻尖 却莫名发酸 心中的情绪 难以用言语形容 这 难道就是血统跨足 两位老人和稻草人 奇迹到吸了口冷气 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什么 血统跨足 补天顶内的冥王 脸上顿时露出了抹震撼之色 在各大古族之中 每个族人诞生下来 血统有强有弱 和他们妖兽有点相似 血统强大之人 就具备更好的天赋和资质 比如说 弄焰一族的十大火焰 要想领悟更高层次的火焰 就得具备强大的血统之力 各大古族定义天才 也是根据血统之力的强弱来看的 当然了 自古以来 禽能捕捉 血统之力亦是如此 伴随着刻苦修行 血统之力会逐渐增强 一些极具天赋和气韵之人 甚至会出现血统繁足的异象 一旦血统繁足 那么自身的能力等等 就会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 也能将各自种族独有的力量 掌握到更高的境界 一般而言 各大古族之中 只要有年轻修士 能血统繁足 都会被当作为爵士天才来培养 在这之上 便是血统跨足 所谓跨 不是跨越 也不是超越 而是在原有血统之力的基础之上 产生大异变 从而具备不可思议的力量 如今的各大古族之中 包括上古百族在内 能够达到血统跨足这个层次的 寥寥无几 不对 这白色短发女子 根本不是古族之人 就算是三明一族的人 也没有这样的死意 她这怎么会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 很快又发觉了什么 满脸疑惑 上古第一体 万法不清圣体的体内 会诞生一朵白蓝之花 目前暂时不清楚具体作用 但是 她们曾有幸融入过白蓝之花之中 飞跃女帝冷淡道 这应该就是妙妙公主能血统跨足 将碧蓝非古族之人 却也达到这个层次的缘故 此话一出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都是如遭雷击 你 你说上古第一体 万 万法不清圣体 两个老者和稻草人 心中掀起阵阵惊涛 那可是上古第一体啊 她们可是知道一些 上古第一体 具备怎样的威能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两个小女娃 竟然有着如此之大的机缘 同静 这一次 多谢你了 秦男心中的种种复杂情绪 已经彻底安定下来 脸上露出了抹淡淡笑容 对着飞跃女帝抱拳行礼 她现在 一片晴朗 无论是什么前世 还是什么其他的 都已经不在了她脑海 因为 她们还活着 这一刹那 秦男身上 一股股道义 自主散发出来 她灵魂深处的战神之魂 一阵阵悸动 她体内的那道光 开始闪耀起来 并且光芒浓郁了不少 你小子不赖啊 刚刚解开了一个心结 马上就可以达到 道经大成的地步了 两位老者和稻草人反应过来 目光之中露出了一抹赞叹 不过 他们要是知道 秦男的道光 核心之处乃是酒色 恐怕就不是这样的 表情了 三位前辈 多谢刚才出手 接下来 我准备等他们苏醒了 秦男对着三人拱了拱手 接下来的时间内 他暂时没有任何的想法 只想安安静静地 等他们误完道义 苏醒过来 小子 我们马上要走了 现在跟你商量一个事情 头发稀疏 老者看了一眼妙妙公主 眼中露出了一丝火热 他让我带走如何 你放心 我是要收他为徒 将他培养成一方强者 绝没有其他的念想 我可以发下多种道士 毫无疑态 老者也急忙到 我也是 我也想收他为徒 稻草人见两位老友这般 草莓狠狠拧在一起 不过想到自己所学的功法 又叹了口气 只能作罢 没有出声 收他们为徒 秦男神色一愣 秦男 可以答应他们 若是他们收了妙妙公主 和江碧兰为徒 这比跟着你去穷与太荒宗 肯定要好很多 飞跃女帝在一旁冷淡说道 入刀至尊 也附和点头 没错 没错 你小子大可放心 两位老者 小鸡灼米般点头 眼巴巴地看着秦男 他们两个 分别有着各自的势力 有点类似于家族 这些年以来 他们各自势力之中 已经很久没有诞生绝世天才了 他们也曾多次寻找 但是都无愿遇见 如今碰上了如此好的两个苗子 他们岂能错过 这个 秦男眉头一拧 仔细思索了半想 才点了点头 道 我可以先答应你们 不过事后 他们若是不愿 你们不能强迫他们 说完之后 秦男想了想 又道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麻烦三位前辈再次留下来 等他们消化完 道义苏醒吧 头发稀疏 老者文言立刻摇头 神色变得严肃了一些 道 小子 这个不行 他们现在我们就要带走 如今他们重生于世 还有主境强者残留的道义载体 如若带到一些特殊的地方 正是修炼我们问道之法 成就道尽的大好时机 本章完 第1857章 成就霸主之日 秦男眉头顿时拧得更紧了 他知道这两位老者是在为妙妙公主和江碧兰考虑 对于后者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可是他真的真的有好多话想跟妙妙公主和江碧兰说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带我一起过去吧 秦男想到一点 说道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小子好好想想 我们在两个地方 你要陪在谁的身边 头发稀疏 老者似笑非笑道 如果我猜得没错 这两个小女娃 都是你的心爱之人吧 落下了谁 那可都不好 入刀至尊 深以为然地点头 一直沉默的稻草人 在这时开口了 淡淡道 你有点着香了 如今的你 道尽即将大成 与诸位诸仙有染 未来前途 不可限量 他们虽然重生于世 获得莫大机缘 但根基太差 与你比起来 终究差了很多 倘若他们醒来之后 与你相伴左右 假以时日 你已成九天至尊 他们却只是小小天仙 他们心中该如何去想 万一他们要是连累到你 他们将会何等愧疚 稻草人说到这里 轻叹了一声 道 五道事件 历来如此 兄弟知情也好 爱情也罢 如若一方 差另外一方太多 终究不好 除非说 你对五道已无追求 头发细疏老者 和毫无仪态老者 都没有坑声 这些年 他们看了太多 感触最为深刻 秦男也一片漠然 他对五道 当然有着追求 稻草人忽而笑了笑 有些感慨道 你小子 还年轻 他们也还年轻 未来有着大把岁月 让你们挥霍 何必急于这一时 你到进即将大城 正是该好好收心感悟的时候 不然就得错过了 然后再好好修炼 趁早封为盖世霸主 我不妨告诉你 让这两小丫头 跟着这两个老头 他们苏醒之后 修为未免比你差太多 届时 你们都成为盖世霸主 在茫茫人海 重新相聚 携手共闯第一线域 那岂不是妙灾 最后一句话 让秦南正正出神 他的脑海之中 莫名地浮现出来了 他当年在玄陵宗 遇到妙妙公主 在下狱和江碧兰交锋 最后在中州 多次联手的场景 前辈 你说的没错 我有点着想了 晚辈秦南 再次郑重感谢三位前辈 过了两久 秦南轻轻吸了口气 在行义里 嗨嗨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 不如来点实际的 我们欠你的那些先父鸡天才地宝 两位老者 同时低咳一声 我得提醒你们 你们发下了先魔道士 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徒弟 不应该庆祝一下 拿出各自的问道之法分享出来 入刀至尊 嘴角一勾 两位老者嘴角一抽 眼观鼻 鼻观心 装作什么也没听到 秦南 那现在 两位老者试探问道 三位前辈 麻烦等我一下 秦南说了一声 转身走向了妙妙公主和江碧兰 眼神柔和地凝视着两人的面容 你们醒来之后 没有看见我 不要怪我 正如稻草人前辈所说 现在的我们 都需要各自好好修炼 成就盖世霸主之后 再一同共闯第一线遇 两人 虽然仍在沉睡之中 但是似乎有了什么察觉 妙妙公主小嘴微微撅起 江碧兰嘴角依然含笑 前辈 他们就拜托你们了 秦南站起身来 收了收心中泛起的情绪 你小子就放心吧 两位老者分别抬手 打出了一道灰红道光 将两人同时卷入其中 并且发下了三种不同的誓言 转身变走 等等 前辈 忘记问你们的名字了 秦南忽然反应过来 连忙问道 到了现在 他都还不知道这三人是什么来历 愿意相信他们三人 主要都是因为同静的缘故 两个老人和稻草人的身影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过了半想 才有三道雄魂之音响起 十三仙玉第一主 莫孝离 十九仙玉第一主 礼界 二十三仙玉 上月天主 你他日若无处可去 亦想修行正道 可来拜我为师 与此同时 北境 一处蓝色森林之中 这片森林 一直没有什么秘境现实 也一直没有什么传承机缘出现 所以 几乎没有修士造访 算是比较祥和的地方 但是现在 这森林的深处 却被砸出了一个 有着足足方圆数万丈之大 而且深有数千丈的巨坑 巨坑底部 被鲜血染红 一个血肉模糊 失去了一只手和一只脚 胸口出现了一个大洞的身形 正在微弱地喘息着 他 正是男士至尊 我 我还 没 死 吗 这个身影 艰难地睁开了左眼 看向上方 他一瞬之间就明白了 应该是他门里的那个东西 勉强地保住了他的一口气 然而 他现在的心中 没有任何的惊喜感 他以着傲人之姿 登临九天至尊 亲自前去抹杀一个天仙 结果不但没有杀死 反倒落成了这样的下场 而且 他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为何小小的一个秦男 背后竟然站着一位主精巨头 难道说 是他们恰巧碰上的吗 咦 看来运气不错嘛 又碰上了一位重伤的九天至尊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从上方响了起来 男士至尊就看到了 一个身形矮小 脸色密布着无数鬼闻的老人 从上方慢悠悠地晃了下来 肉体损伤得这么严重啊 有点可惜了 不过罢了 能遇到也算不错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练出一句鬼尊了 老人一边观察着男士至尊 一边喃喃自语 手中也开始结出了玄傲的法印 男士至尊心中漠然 这 就是他的气韵吗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还碰到了鬼秀巨头 嗯 这是 第十诸仙那个东西的气息 老人陡然察觉到了什么 一双眼睛睁大 有意思 有意思 你小子运气也不错嘛 既然这样 那我就问你 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诸仙第六人 本章完 第1858章 穷雨太荒踪来人 此时此刻 无凡之地中 秦南愣了愣神 虽然他心中早有猜测 但的确没有想到 那两个非常不正经的老头 还有稻草人 竟然是这等恐怖的巨头 因祸得福 这也是公主和江碧兰的一桩大机缘 秦南心中暗道 忽然有所感觉 抬头看去 飞跃女帝的身形 已经不在这祭坛上 显然已经走掉了 秦南对于后者的这般形式风格 早已细以为常 倒也没觉得多么惊讶 只不过 秦南若是知道 飞跃女帝刚才一边是在与三位巅峰级别九天至尊交锋 一边帮她来复活妙妙公主和江碧兰 心中恐怕就不是这个想法了 小夫君 那我也离开了 入刀至尊淡淡笑道 我的一身修为 已经担个万年 也是时候 去好好提升了 这是刹那刀法 我已经全部感悟完了 你拿去吧 这次见到兽皮画卷 又见到三位主镜巨头 让她明白了一点 以后她这小夫君的身边 恐怕会经常出现这等级别的强者 当然了 主要是飞跃女帝的缘故 妙妙公主和江碧兰就不提了 她们早已和秦南结缘 只能坦然接受 但是飞跃女帝和秦南之间 还只是属于非常亲密的关系 如果她到时候 要和这位飞跃女帝相比 容貌和气质之上 两人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那么剩下的 就是比修为 老家伙 你不让我招惹秦南 我偏要招惹他 迟早有一天 要把他成功给征服 入刀至尊 心中暗倒 秦南听的这一番话 说了两句 就目送入刀至尊离开 落大的乌凡之地之中 林兰兰还在倒腾各大阵盘 八药魔王 元济等人则在感悟 现在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什么还没做 对了 还有体内的冥王 这位上古十恶排名第二的存在 这几天本来就遭受了太多的冲击 刚才又被两位老者和稻草人冲击了一把 现在都有点怀疑妖声 秦南这小小的一位天仙 短短几天内 牵扯到的人和事 都远远超出了他的见识和认知 现在该好好想想 接下来怎么去封盖世霸主了 秦南心中思索 正在这时 他储物带之中的令牌闪烁了一下 神念一扫 不经正主 穷雨太荒踪的人来了 时间流逝 半想之后 在秦南的指引下 两道身影来到了无凡之地的外面 秦南一看之下 神色不经正主 左边之人 他略为熟悉 正是荒雷至尊 右边之人 则是一名面色红润的白发老者 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威压 也是一位九天至尊的巨头 掌教至尊得着这里的事情之后 担心你还会遭到各大势力的追杀 于是专门让我们前来接你 荒雷至尊但笑道 你小子的面子 倒也够大啊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去接一位天仙 秦南的心中 顿时一暖 他和穷雨太荒踪之间的感情 其实并不算非常深厚 但是对方这次的举动 无论是因为什么 至少代表穷雨太荒踪 非常重视你 而且 一次信来了两位九天至尊 想必是早就做好打算 一旦秦南遭到各大势力的追杀 他们就强势出手 不过我看你好像在这陆河禁区如鱼得水啊 修为提升了这么多 还得到了一座仙福道地 那位白发老者抚恤笑道 既然来了就带我们进去看看 顺便给你布置一些阵法 到时候也能防住大部分的修士 秦南点了点头 连忙做出了寝的手势 荒雷至尊和白发老者一进去之后 就发觉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很快又看到那一尊尊即将爆发的大阵之时 嘴角顿时一阵抽搐 这特么 还是一个天仙修士 强行占据的仙福道地吗 如此之多的恐怖大阵 即便是一些刚刚诞生的九天至尊 都没法布置下来啊 你这小子 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哪里用得着担心你的安危 这应该担心其他势力之人的安危才对 荒雷至尊 没好气说道 嗨嗨 这些都是侥幸获得的 秦南也有点不好意思 算了 言归正传 你现在是跟我们走 还是 荒雷至尊 眉头微皱 如今这第六境区 已经有主境巨头参战 他心中 是认为 秦南没必要多待下去了 但是秦南有这么多大阵守护 倒也没什么问题 两位前辈 我现在 已是天仙五重修为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 准备先打算在这里好好闭关 提升到天仙巅峰 在冲击盖世霸主的境界 秦南正色道 冲击盖世霸主吗 荒雷至尊和白发老者对视了一眼 互相沉思了一会 荒雷至尊便道 如此也好 在九天仙玉内 有多处冲击盖世霸主的地方 我们上行天小仙玉也有 你将这块玉剪拿着 等你提升到天仙巅峰之后 再看看如何抉择 人仙境界 盖世霸主 九天至尊 甚至更往上的主境巨头 可以算是一个个的大境界 要想成功达到 那可就不仅仅只是 仙力和灵力方面的缘故了 就拿盖世霸主而言 他的最低要求 也是天仙巅峰修为 具备五到四级 到时候 还得打碎冥冥之中的枷锁 秦南眼睛一亮 收下了御剪 又是道谢一番 便和两位九天至尊聊了几句 再送后者离开 期间 关于兽皮画卷的真实身份 还有他已经拥有三成上古第一体 万法不清圣体的消息 他也没有隐瞒 一一说出 你小子 现在 可是大红人啊 刚刚与三位主境巨头谈笑风生 现在又有两位九天至尊 不远万里来保护你 补天鼎内的冥王 阴阳怪气地说道 秦南翻了翻白眼 道 你就少调侃我了 这些事情 说出去 尽管会让人刮目相看 但终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自身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 身形一晃 飞到了无凡之地的深处 是时候 开始闭关了 本章完 第1859章 构造道法之术 对于秦南而言 他来到九天先遇后 还未真正闭关过 一个人的武道之路 若只是靠着厮杀 炼化天才地宝等等 来提升修为 那最终必然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不过好在 秦南以前根基比较好 再加上他倒机被斩 重塑了一次 以至于一直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 他必须得沉下心来 好好梳理自己 秦南盘歇而坐 轻轻吐出了口啄气 战神之魂释放 将那四面八方的无数精纯先意 滚滚吸来 心神一动 体内道光最深之处的那一团九色道光 努力绽放 颜色向外逐渐变淡 变成了七色 边缘之处 甚至只有三色 问道之法 运转 秦南低贺一声 站到先点 穷雨太荒真惊 以及其他十门问道之法 全部运转开来 散发出来截然不同的道义 有强有弱 他此次晋升天仙之时 这十二门问道之法 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一些异变 彼此之间 莫名地多出了一些紧密联系 现在根据秦南的推测 这很有可能与自己的道光有关 对于一般的修士来说 道光只能用来加持问道之法 使之道易变得更强 更具杀伤力 可以对许多虚无的东西产生效果 像秦南这样的 从来没有出现过 是好是坏 现在秦南也不敢肯定 但是秦南心中隐隐有所感觉 这说不定是他的一个机会 他现在体内的力量颇为杂乱 有化到鲜艳鲜利 也有九色道光为核心的七色道光 还有各大问道之法 如果说能将道光和各大问道之法 完全地梳理清楚 甚至是整合在一起 那他的战力 必然又会提升到另外一个台阶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很快便过去了一个月 在此期间 八药魔王 元济等人 已经成功沟通了无名墓碑 八龙古庙等等之宝 纷纷苏醒过来 但是见到秦南正在闭关 便也没叫醒后者 对林兰兰叮嘱了一两句 各自离开了吴凡之地 在八药魔王和元济看来 跟在秦南身边固然是好 但也不能一直跟着 他们还有自己的路 必须得自己去走 反正后面 还有大把年华 他们定然还能相遇 同时 陆河禁区内 这场震动九天仙玉的大战争 也彻底拉下了帷幕 最终结果 以太古禁忌派出的人马 全部覆灭 诸王古岛 万重仙楼 吉生门 菩提古叉宗 弄焱一族 无恶一族等等九大势力 退去而结束 一时之间 无数修士 无数势力 无不惊叹 不久之后 兽皮画卷再度现身 借势而起 正是在第八小仙玉内 开辟第十四个无上道统 名为斩仓宗 其宗旨 乃是两个小世界组成 里面共有二十一个仙福道地 兽皮画卷 同时昭告整个九天仙玉 但凡是达到人仙境界 或者以上的修士 皆能够加入斩仓宗 成为第一批外门弟子 顿时 无数修士 慕名而来 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浪潮 秦南的修为 也在不知不觉间 提升到了天仙七重的水准 更为关键的是 经过这一个月的感悟 秦南发觉 那一团九色道光 像是散开了十二条无形的丝线 没入了 他修炼的十二门 问道之法之中 如此一来 那我说不定可以 秦南双眼睁开 闪过了一丝光芒 时间一晃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秦南的修为 勉强提升到了天仙八重的地步 对于修为的增长 他现在没有关注什么 心思全部放在了 那一团九色道光 和十二门问道之法上 只见到 他全身上下 道意像是流水一般 一缕缕的流淌着 而且始终围绕在四周三丈之内 并未散开丝毫 嗡 忽然之间 一道颤鸣声响起 他那一团九色道光 陡然扩大了一倍有余 其余的道光 色彩也瞬间变得鲜艳起来 就连最边缘之处 也是非常浓亮的七色 他浑身上下的道意 则是增长了整整三倍 现在的他 已经彻底到进大城 机会来了 秦南双眼之中 陡然扶起了两道白色火焰 他的心神 也集中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全部落在了那一团九色道光之上 既然这九色道光 能够连接我体内的十二门问道之法 那么我便将这十二门问道之法 全部整合起来 以九色道光为核心 形成一个整体 当初五祖境界的五祖之术很不错 那我就勾勒出一棵 从未有人修炼出来的道法之术 秦南意志迸发 十二门问道之法 全部催动到了极致 尤其是战道先典和穷语太荒经 他们各自的道义 都远远凌驾于其他的问道之法 双方差距 犹如天地一般 上次那一道魔艺 已经中和了这两大问道之法的意志 既然如此 那便用他们共同来作为树干 道光 则是树根 根基 秦南思绪如火 只见到 无比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他体内的那一团九色道光 竟然主动开始舒展开来 化作了树根模样 并且还爆发出来了一股无形的拉扯之力 率先将占到仙点 穷语太荒经的道义 全部拉来 勾勒树干 轰轰轰 秦南的身上 立刻响起了一道道爆炸声 一股接一股的绝强道义 宛如惊人的刚风一般 荡向了四面八方 这小子是在干什么 同样在闭关之中的冥王 瞬间被惊动了 这是 冥王仔细一看 当即忍不住抱了句搓口 这小子 怎么学习了这么多问道之法 还有这些道义 怎么开始融合了 战道先典具备的道义 穷语太荒经具备的道义 已经融合成功 其他问道之法的道义们 则是化作了一根根的树枝 也开始融合起来 竟然真的能成 秦南心神振奋 此举一旦成功 那么他 以后施展任何问道之法 都是切换自如 而且遭遇了强敌的话 还能够共同施展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之力 本章完 第1860章 晋升盖世霸主之法 然而 好景不长 就在最后一门 问道之法的道义 即将勾勒成树枝之时 那冥冥之中 骤然有股无形阻力 轰然爆发 秦南的身体 也陡然一沉 像是被一座大山压住 浑身骨骼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炸响声 四周的虚空 都被压得扭曲起来 我靠 你小子到底干了什么 竟然不为大道所容 冥王吓了一大跳 九天仙玉虽然不同于当初的苍蓝大陆 有着许多人为制定的规则 但它依然有着属于他自己的规则 修行之路 也是一步步打碎规则 挣脱一道道枷锁 但是 秦南现在的修为 还只是一个天仙啊 怎么就惹到了大道 大道不容 那这反倒是好事了 秦南眼中的火焰 燃烧得更加旺盛 武道修行 犹如逆水行舟 倘若能逆行得更远 更加过分 那他也必然远远强于常人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走的路 给我破 秦南长笑一声 一头血发 随风狂舞 体内先立 急速运转 硬抗着恐怖压力 冥冥之中的大道 似乎也被秦南的态度给激怒 无论是那股无形中的阻力 还是这股压力 都变得越来越巨大 但 此时此刻的秦南 就像是一块丸石 无论狂风 无论骇浪 也不为所动 哇 他识海之中 一直沉寂的无主穷途 似乎被秦南意志所动 突然泛起了一道道光芒 挡开了一股无形的伟岸力量 顷刻之间 那股阻力和压力 全然消失 不复存在 最后一根树枝 也彻底勾勒而成 哼 秦南一身气势 骤然暴涨 节节攀升 连四周的虚空 都被震开了一条条的裂纹 你这羞伟 冥王的眼神 惊疑不定 现在的秦南 给他一种 接近于盖世霸主的感觉 可是 秦南体内的先例 明明只有天仙八重的水准 你小子真是一个怪胎 冥王看了两眼 发现实在是看不透 索性就摇了摇头 诸仙第五人的传人 搞出这样的动静 和别人不一样 那也很正常 秦南眼中露出了一丝喜意 连忙看向了自己的体内 只见到 他体内那一片道光里面 那一团九色道光的所在之处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棵大树 只不过 除了树根以外 无论是树干 还是那一条条树枝 时而虚幻 时而实质 处于一种玄妙的状态 当然了 树干的实质之感 要更强一分 不过 有点可惜 其他的石门问道之法 还只是学了总纲 如果将剩下的全部学其参悟 那这道法之术 枝叶什么的 都会茂密起来 那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 秦南心中暗道 不过 就连秦南自己也不知道 他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走上了一条 从未有人走过 不可思议的道路 暂且就不继续闭关了 先看看荒为至尊前辈给我的预见 秦南收了收心神 神念探入其中 一看之下 他便被彻底吸引 直到过了半个时辰之后 才从中回过神来 心中也不禁惊叹一声 正如游神生仙 有着各大仙谷一样 九天仙谕之中 也有不少专门冲击盖世霸主的地方 第一种 乃是各大无上道统 上古万族联手开辟出来的一些地方 就拿上行天小仙谕来说 穷语太荒宗 就和三清谷教 天须祖教联手 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小事件 但凡只要麾下弟子 符合了冲击盖世霸主的条件 再达到一定的人数 就会将小世界打开 并且外界的修饰也能加入其中 这样的好处 就在于可以自行形成一个大场面 同时里面有着种种机缘 具备一切的因素 只不过 这个地方秦南没有考虑 穷语太荒宗打造的那个小世界 还需要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 才会彻底打开 而且 到时候去的绝世天才 盖世天才 恐怕也不会太多 第二种 秦南就颇感兴趣了 在当今一些小仙谕里面 有一些天地孕育而出的奇遇之地 经过无数年的演变之后 俨然成为了专门冲击盖世霸主的地方 这些地方盖世霸主 九天至尊 是无法进入的 不到天仙境界 也是无法进入的 而且无时不刻都在打开着 随时随地可以前去 这样的地方 共有大大小小二十五个 其中三个 吸引了秦南的目光 分别是第三小仙谕的远雪之界 第六小仙谕的正明天宫 以及第十九小仙谕的飞神道 这三个是两千年前形成的 时间比较短 其次规模比较庞大 根据预检的介绍 各大势力之中 都会有不少绝世天才 盖世天才前去 小子 远雪之界比较适合你 冥王冷不丁说道 为何 秦南问道 那还不简单 这地儿一般绝世天才 盖世天才去的比较多 你现在不就是想多见识 见识其他势力的绝世天才 与他们交手吗 冥王淡淡说道 他与秦南接触时间不长 但秦南有一些性格 他还是很了解的 那确实 秦南点了点头 打定了主意 前去远雪之界 还有一个好处 距离第四小仙谕非常近 继续修炼 秦南收了收心神 眼睛闭上 时间一晃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这段时间的九天仙域内 非常的热闹 斩仓宗动作不断 相继出现了一位又一位的远古人物 给了其他势力莫大的威慑 飞越女帝也在斩三位巅峰九天至尊 震惊无数修士 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一至尊 至于秦南 在无凡之地浓厚无比的精纯先力支持之下 一身修为也是连连突破增长 达到了天仙巅峰修为 距离盖世霸主 只有一步之遥 秦南 你真的要走了 那我岂不是变成一个人了 林兰兰满脸郁闷 那也没关系 这地方修士不少 你看看谁顺眼 也可以和他们结交 成为朋友 秦南淡淡一笑 身形消失在了原地 是时候 出发了 本章完